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系列讲座 我们今天来探讨的主题是RCU同步机制 在我们的讨论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探讨过在多核处理器的SpinLock 还有一些对应的同步机制像是SemiPhoneMutex这一类的 但是RCU是完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RCU的思路里面很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Scapability 所以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你不能把它只是看作既有的一些Lock的扩充 这是完完全不同的思路 然后在切入主题之前 顺便看一下就是Linux核心下一个版本号会是5.0 那就是从4.21直接跳到5.0 那刚好就在今天 就是10个小时前发布的这个RC1 就是释出了后选版 然后那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在于说这个Linux的版本 一来是Linux的版本号 那再次你可以在相关的这个修改记录 可以看到说在5.0来讲的话 本质上它没有巨大的变革 但是在可以看到说很多Drive Model 还有半说像档案系统部分有做了很多调整 好 那我们再切回到今天讲的这个RCU 那是它这个RCU呢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个指导原则 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说 并不是完全完全 Kerno没有Lock 不是 Kerno还是存在Lock 但是呢 这个Lock跟Lock这件事不会打架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刚好这个原则是在1992年的这个 92公司发布的10年后 由RCU在2002年引入 然后所以它的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去逐步实现一个理想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希望Kerno 不会因为这个Lock 然后相互竞争 然后导致很多潜在的问题 特别是在效能的影响 那所以呢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它的一个前提是这样 就是很多个Reader 然后单一的Reader 单一的Writer 多个Reader 单一Writer 那我可以在不需要Lock 注意到不需要Lock前提 正确读取到资料 那所以整件事很有趣的 这个Reader呢 有可能读到更新之前 或者更新之后的资料 也就是它也会可能会有 有旧的资料 也可能会有新的资料 那你当然会好奇说 那这样怎么会有的共识 对吧 那没有Lock 但是又怎么确保说 这么多的Reader 然后有个单一的Writer 那我可以同时的运作 注意到这个同时运作 但是呢 我又不需要Lock 这怎么会确保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琢磨的 但是在讲这个RCU之前 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回顾过往的Lock 所以帮助这样 SpinLock RealLock SequentialLock 注意这些原理 然后再来是说 因为RCU是完完全跳脱这个思维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它的思维是什么呢 它是所谓Lock Free 注意到Lock Free不是说完完全没有Lock 不是 而是说Lock和Lock之间不会有竞争 所以注意到这个思路 然后再来是说呢 这个RCU的引路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革 就是如果你注意看Linux 科目发展的话呢 这20年呢 花了很大的心思在这个Skability 还有在Lew-Time 那这当然发生说 我们这个Linux核心设计这个讲座 其实也是在探讨这个Skability 跟Lew-Time 那我们在之后呢 会有再跟讲这个Lew-Time Preemption的议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那我们当然要追求一个终极的和平统一 那我们这时候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USL Universal Skability Role 然后注意到这是一个数学模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数学是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C表示Capacity 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 它的会给定个N 所以比方说这个使用者数量啦 或者说实体的这个处理器数量 好 那我们就要去看这个 这个Capacity 然后对应到N 这个数学函数 然后其中这个Alpha跟Beta 它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支援的强度啦 或者说对共享支援的等待 换个角度想 如果你可以控制你的Alpha跟Beta 那你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一个面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带一些数值 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 来对照看这个数学试 那所以如果你没有Alpha项 也没有Beta项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完美的 就是说随着你的资源越多 那你的众手伏扑的定义 这个众手伏扑的定义就是说 我同一个时间内 能够做的事情总量 就这样 非常完美的状况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你这个Alpha是打于0 然后没有Beta项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有什么呢 有资源的抢夺 竞争 然后或者说你需要等待这些 所谓的共享资源 那你会发现它的曲线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一开始呢 随着我的资源的 系统资源的增加 所以比方说像你的处理器 可复增加 诶 我的确会有显著进展 但是到一段时间内 你可以看到这个 到这边来讲话很尴尬 就是 你处理器数量再多 没有用 你的throughput就是卡住了 好 那如果呢 你的Beta项 它不是0 它是大于0的话 这时候会遇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 不止没有快 随着资源增加的情况下 不止没有快 还会有所谓的这个 Collapse 就是所谓的崩塌 崩塌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议题 就是 你会觉得这个曲线很奇怪 对吧 但是你想想看 就是说 以前你一定听过的谚语 就是所谓的 三个合上没水喝 注意到一件事 在多核处理器的 或者说更复杂的资源系统里面 往往呢 后面这个是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资源越来越多 像这种很多那种 一大堆的那种多核处理器啦 比方说 这边我随便打开一台 给各位看一下 像我是最近装的一台机器 最近刚好我们装的一台机器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支持MD 我们又用了MD一个相对新的一个处理器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做这个很精彩吧 这个有64核 那你可以做非常多实验嘛 对啊 比方说你可以跑这个 Packbench 比方说你可以跑 Packbench 好 你甚至可以增加一些必要的负载 从我们这边来讲 看到这个Headbench 所以就是 我们看一下 你怎么拿呢 Headbench 比方说呢 你就创造一些负载 好 打桌子 好 你可以看到说 像我这边来讲话呢 这有 总共有多少呢 有64核 对吧 然后 我们 稍微等待一下 好 就等待这个 那我们在这个64核呢 我们刚才做一件事就是 就是透过Headbench 去建立大堆这个 Process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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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建立大堆 所以这时候没有意外 就是整个 CPU 就是在 忙碌的状况下 像这个64核都忙碌 然后呢 这里面会遇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呢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 会得到 右边那个状况 就是说 你可以想像Headbench那些都是什么 程式 可能是资料库 可能是来自这个 网页伺服器的工作 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导致在 右边这个现象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讲座呢 我们虽然标题叫RCU 但是我们关键的地方 就是来探讨这个Scapability 好 然后 这边有稍微练一下 就是说这个几个这个影响 然后这时候 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 那个Gunther Gunther博士呢 他在 有篇文章叫 How to Quantify Scapability 这一篇文章呢 他就特别去探讨 就是说 我怎么去把这个东西量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 所以这个 整个USL的关键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说 我今天讲这个Scapability 它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有多少同步的带中的这个什么 的那些 的那些 负载 而且呢 这个负载呢 会影响到什么 会影响到throughput 好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所以 我们在 呃 幻想中的状况 就是我们在 想象中的情况下 但我希望是 左边那边 资源增加 好 那我再处理的throughput 就会大幅提升 那遇到中间的时候 就很麻烦 对不对 就是变作资源再增加 可能没办法再长进了 其实 各位 从考试进来的 朋友们都很熟悉的 对不对 你一开始读书的时候 又有分数大幅提升 你要从0分进步到60分 其实很简单 60分进步到80分就很困难了 然后80分到100 有时候就是要看天分 尤其是这类状况 就 明明就知道 看到人家已经100了 但是你只是卡在这边90 那你在怎么努力读书 就卡在这边 就一直到不了 这个 就是你一直 比方说这个就是你的90分 但是人家 人家 一课在这里 你不然读书 读得再多 你可能就是卡不上台大一课 就是 这个有时候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 呃 除了天分以外 足够的那个 运气也是在的 所以这个议题呢 就是 它是很关键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讲 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些 RCU 或者说 像Linus Kernel 会有些特种的一些LAC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就是说像 MCS LAC 这一系列这个LAC 基本上都是希望可以去提升Linus 这个Stability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个特例 当你这个BETA 上面这个BETA等于0的时候呢 也就是 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 拿掉的话呢 它其实刚好是对应到什么 Endor Endor Slow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改善效能 其实我们不是从每个环节都去改善 我们要找到瓶颈 那一旦你可以发现瓶颈 然后去改善的话 它的效应是很显著的 所以可以看到说整体的效应在这里 好 然后这边呢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 USL 它的这个具体意义 好 这边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然后这个 在有一些像是资料库 资料库的那个 的分析 资料库效能分析 有时候引用到这篇文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实际上呢 你会希望说 我投入越多资源 好 那就是 就是效能就会提升 但是往往很不幸的 像刚才看到的 提升到 资源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不会变快 甚至有可能位置啊 反正会变慢 所以 Linear Scale Up 它其实是一个 理想 好 那我们要怎么让 我们真实系统 可以逼近这个 理想的状况 好 所以呢你要从这个 Anderslow开始 开始看 好 那假设你已经对这个东西 已经有认知的话 这个USL呢 它基本上还是 对整个Anderslow的一个什么 一个扩充 好 然后呢 我们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要去找到这种竞争 好 注意注意 所以这种资源的竞争 还有 多少 状况下 需要等待共享资源 这是我们要特别去 去分析的议题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注意看这个东西 我们的确会发生像 黄色这条线 对吧 就说这边来讲话呢 不止没有快 反正刚刚讲的 Kraps 所以反正越多呢 反而就会造成更多的竞争 所以你可以去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我们所谓的这种RCU 这个机制 为什么它可以大幅的 改善Scapability 很显著的 一个因素就是什么 我们找到科朗面 相互竞争的这些Lock 把它消除 或者说尽管去避免去使用 从这个过程中呢 它进而去让整个效能有大的突破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用的很广 你可以参考这部影片 那就是 它其实这个蛮新的 就是刚好是前几年Token 那这个Baron Baron是 他是这家公司的CTO 那就跟他 跟他谈了这个背后的原理 那他其实呢 他也写了一本书 就讲这个MySQL的这个效能 那他不管他的著作 或者他的那个演讲 其实都很值得去参照 好 那这边我们再继续 好 然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 在多核 多核处理器的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光看那个单一程式的那个 比方说我们看那个CycleCount 其实这是完完全不足以得知真实的资源消耗 那这个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事实上呢 因为我们在多核处理器的状况下 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事实上 作业系统怎么去排成 这是变成很关键的议题 像过完如果说我们只是探讨单核的时候 其实很单纯 就是说 单核的处理器上呢 有时候你的作业系统可能更单纯 比方说像Microsoft DOS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基本上 它同个时间 只有一个任务可以执行 顶多发生那个interrupt 所以就是 当你发生interrupt的时候呢 这个处理器的 运作模式会改变 会切到这个所谓的那种interrupt mode 那你就要执行你的 你的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但是呢 一旦你的ISR的执行完了 我就返回到原本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先假设一件事 假设说 我今天不太会发生interrupt 甚至我可以抑制interrupt的执行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假设说 我在单核 又是在那种DOS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上 我多数的绝大多数的系统资源 都是给谁用 都是给我们 重要的应用程式用 这没什么问题 然后 再来是说 到了Linux 这样的多工的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但是在单核上 还是可以很单纯 因为在单核上 我们执行的路径 基本上还是可以 可以规划的出来 然后可以 就是要推测别的东西一点 但是在多核的情况下 但是这些是很麻烦 甚至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晚一点会提到 就是说 甚至有些核 CPU核 有可能会暂停做 它有可能就进入睡眠了 所以处理器本身就睡眠了 甚至处理器可能会降频 就是现在很多新的技术 处理器本身会降频 这是导致什么呢 导致你光算这个 cycle count 你没有一致的计算依据 那除了这以外呢 很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在这个多核的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会有这个 Cash Coherence的一个成本 就是说 比方说我这个每个核心 它 比方说我今天有四个核 或者说像我这只手机 它里面有十个核 那么这十个核呢 每个核都有这个 独自的 独立的这个Lv1 Cache Lv1 Cache 那Lv1 Cache里面呢 在它下一层 比方说它会有这个Lv2 Cache 那Lv2 Cache有可能是 它有可能是共用的 那这时候呢 你看独立的Lv1 Cache 然后呢再次共享的Lv2 Cache 那我要确保说呢 資料的一致呢 其实我需要一些特别机制 所以按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就是有这个 像CCI 就是Cache Coherent Interconnect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东西都是有成本 而且它耗费的那个代价 可能比想象中还高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尤其像手机这种东西呢 就是真的是要做的事非常多 你同时又要上网 还要监测过同的资源 比方说电池有没有电啊 然后再来是说 你可能同时要播放声音 然后影音资料也要出来 GPU也要运作 甚至还有一些 一些AI的加速器 这些事情都要做 所以很可能会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BUS本身 就是 因为BUS是一个很很宝贵的资源 它就被一大堆要求 一堆Io所占满 这也是会发生的 再来是这个Synchronization 我们前面有提过 就是说其实这些成本 都是不容小规的 当然帮你说这些Io部分 所以我们先回 所以接下来我们分两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先看这些典型的这些Lock 为基础的一些保护机制 然后我们回顾完像这个SpinLock Rural Lock 还有这个Sequential Lock 然后我们之后就去思考说 我们要怎么去跳脱 跳脱这个思路 以及说Scape Beauty到系统 真正影响在哪里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边来讲话 就讲到这个SpinLock 那这个东西在Ninxcom用的很频繁 然后它其实概念很简单 就是说我今天要讲到这个A申请Lock成功 B再去申请Lock就会失败 然后但是它不会引起排程 就像原子一样 不见是原子 有可能有电子 电子也会自选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旋转 或是这样 或是这样旋转 就看你的即性 所以为什么它叫做Spin 就是因为跟粒子的旋转相似的 然后呢 那再来是呢 我这个要旋转到什么时候呢 我B需要旋转到什么呢 它要旋转到A 好 就是注意到 这边讲的这个主体 主体是讲Process B 原地转到Process A 释放Lock为止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会有Sleep 也不会引发这个Schedule 所以呢 这样的特性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撰写这个Intel Context 就是说你要 你要撰写 也就是说Intel发生之后 我的一些ISR 那我的ISR里面呢 我要做资料保护呢 通常会使用这个Sminlock 那更具体来说 我会用这个Sminlock IR-Q 画面中看到这个 Sminlock IR-Q 所以比方说你看这个画面中有两个处理器 一个叫CPU1 那一个叫CPU2 然后呢 这个很好玩的 你看这个Intel 其他发生的时间点是相近的 对吧 你看这边 这边发生的时间点是相近的 都大概一前一后 然后呢 但是呢这个Sminlock的范围 注意到呢 左边的那个Sminlock的范围 是从哪里 从这边到这边 对吧 然后呢 在右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范围 就是说它的什么 它的范围是从这里到这里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虽然我的Lock是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呢 我不会在这边生效 因为事实上这个Lock是由谁来抢到 是由这个CPU1抢到 所以我CPU2在这个时期 注意到 这一个时间点 我知道干嘛呢 我就是知道那边Spin 所以这边在转 那边转 好 然后呢 等待到什么时候呢 等待到这边 把Lock释放作为止 好 同理就是我这边终于抢到Lock 好 那这个CPU1呢 在这个时间想要 想要取得这个Lock 对不起 它也要干嘛 继续旋转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你看到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就是 嗯 这边就 CPU2 终于Unlock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才能够继续持有这个Lock 但是呢 这个呢 概念很单纯 但是其实背后思维是很复杂的 比方说呢 多个Process如果要去申请Lock的时候 呃 当我第一个申请Lock成功的Process 在释放的时候 注意到 好 那我们和其他的这个Process 就会处于竞争的关系 好 所以就想一件事就是 就像什么 呃就像 好 比方说 嗯 选班长好了 好 你今天假设你是在国小选了一个班长 好 然后或者说在 国中会高中吧 好 国中会高中大家选班长的意愿可能 会更高 对不对 因为这东西跟那个 申请大学有 申请学校有关 那 通常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说 诶比方说上个学期 你当选了班长 好 那到下学期的时候 其实 的确 重选了 对不对 卸任重选了 但是重选的时候 你可能等一下 还是会继任班长 为什么呢 好注意到 概念就是 最后表现起来叫 忌论 但是实际上 规定是没有讲这件事啊 没有说这个 班长会优先继承 忌论啊 没有对不对 但是因为 你上学期当任班长 大家忌论你 所以下学期呢 大家投 举手表决的时候 就觉得 忌论你 所以投你 或者说你没有什么 做什么很糟糕的事情 或者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或者你的 那个什么 你的 人格特色还不错 所以大家喜欢你 可是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是同样 班上很优秀的人 与人为善的人 也是蛮多的 那 你为什么 会 继续被选上呢 只是因为 你最早 被学会班长 对 所以注意到 这会导致什么呢 某个process 会频繁地去持有luck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为了要避免这种 不公平的问题 所以Linux Kernel 会采用这个 TikiLuck 那TikiLuck的概念 其实超级单纯的 其实我想大家都 都接 都有接触过 只是不想知道什么名字 像你画面都看到这样 其实 在很多 台湾很多地方 像这个新北市 像我 我自己是感触很深 像我这个 就是 去年啊 前年啊 就刚好这个 家庭有新的成员进来 所以我去 申请那些什么 户口名簿啦 生育补助啦 出席症的一些议题 那其实真的是很有效率 我在 新北市 这个人口 将近四百万的这个地区 但是 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比我想象中快很多 那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 抽号码牌 所以这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所以其实你想一件事 你去那种户政单位做什么事 第一件事就是去 抽号码牌 对吧 取票排队 所以呢 你会去 上面就跟你讲说 你会抽到的号码 但你抽到的号码 不会立刻服务你 毕竟 毕竟这些行员啊 这些承办人员 有很多事要做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我就上面会有一个 办公地点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这些显示器 他就说 请某某某 请某某号 到这个 1号窗口去办理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每次办理完这个 顾客 的业务之后呢 这个显示器的数字都会递均 然后呢 等待的客户 只要去比对自己手上 就是说手上的 号码牌的编号 跟那个 显示器上面一致 如果一致的话 就去签台 那不然干嘛 就去等 这是最单纯的事情 那接着我们把这些事 稍微把它复杂一点 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假设 一开始呢 会有个顾客A 他是本日第一个顾客 然后他去领取这个号码牌 然后注意到 我们把这个值叫做next 然后呢 显示器上面的数字 我们叫做owner 然后呢 这个 因为我一开始抽到这个号码 一个就是 不管next也好 或是owner的数字也好 就是零 所以呢 顾客A比对的时候 我的确就是说 这两个一致 顾客A就要跑去办理 那结果呢 后来呢 呃 当我这个在办理的时候呢 顾客B过来 就是说 那我们把这个值节目车叫 AquireLog 然后顾客B来了 那顾客B呢 他就会 就得到下一个号码 他就是号码是跳到什么 next跳到1 但是 这个时候owner owner的数字 owner的号码呢 其实他这样 还是在原本那个0 然后知道什么呢 知道 知道我的业务 注意到 所以知道我的业务 顾客A的业务办完 然后这个 我的owner这个数字才这样 才会递增 然后呢 这时候呢 顾客B跟C 就去干嘛 去比对 那因为顾客B呢 抽到是1号 那跟这个目前的owner 就行 因为在顾客A 可以release这个Log 之后呢 他终于这样 终于可以去办理他的业务 所以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AquireLog 但是顾客C还是要等待 因为他毕竟他抽到号码是 然后我们后面的号码 C抽到号码是2 然后呢 直到B办完之后呢 这个owner数字 就是地增 大家看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 不然说 顾客C办完 所以这时候 上面显示是owner 数据是3 然后 取票的下一个是3 但是就是 但是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去办理业务 所以这个Log是在 释放中的下 那 所以你可以去看 Linus Kernel呢 他其实他对每个 SpinLog有两个counter 一个叫next 这个owner 那他的处子都是0 然后 所以我们要去看 就当一个positA 去申请达客的时候呢 我们去判断什么 next跟owner的处子是5次 那1字的话就是 去表示 我的 AquireLog 是可以成功的 好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AquireLog失败呢 你只要怎么办呢 你只要是 自旋 OK 就是你这边 自旋 然后转 然后 那或者说 你应该知道 那个术语 就是busywait 好 那 关键地方在哪里呢 关键地方在说呢 注意到 这边我去比对的时候呢 我们去比对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要先把 放到什么 就是 AquireLog的时候呢 其实我要先保存 目前的什么 nest 因为nest会跳 所以我要先把 这个nest先放到 一个区域变数 叫做tap 然后 然后 呃 那 因为我 像这个情境来讲的话呢 我是AquireLog 所以我干嘛 就是原地自选 去等待 等待这个owner的数字 好 然后呢 直到相等呢 才会退出这个自选的状况 好 然后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终于怎么样 终于加热到了 好 所以我这个 就去 最终呢 我去 owner跟 nest 都是等于2 所以表示没有 就是 因为这两边都这样 都已经 EquireLog 处理完了 就EquireLog 就EquireLog 那所以换个脚子想呢 你可以发现什么 nest 其实它代表就是说 申请Log 那owner 是Parsis 持有Log 的这个 这个计数值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座呢 里面会讲 会介绍到 就是会讲到一些程式码 像这样画面看看 这些程式码 那我们用的版本呢 是用4.20 呃 为什么不用4.21呢 因为4.21 变成5.0 这个东西太吵了 没关系我们之后 还会去探讨 所以我们今天用是4.20 然后呢 硬体架构呢 是ON的处理器 ON的处理器呢 在某些地方的设计 稍微单纯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 用ON的处理器 32元 跟又14元 教它的对照 好 然后程式码呢 在解说的方便来讲话 就是我们做一些删减 或者说做一些排版 所以请你最好呢 就对 比方说你可以点这边的链接 可以看到 呃 这边原始的程式 你可以去 就是让 让你的这个学习 那当然除了这个 呃 4.20以外 其实你可以用 善用这个功能 这个蛮好的 就是你可以点不同 不同Linux Kern 我可以看到这个 同样的档案 在不同版本的变化 那有些档案 可能在某些版本之后 才新增 或者说在某个版本 之后 又把这个 这个档案 删去了 所以遇到这个事怎么办呢 没关系 就是 就是在这边搜取 就是搜取你的 在意的这些 呃 identifier 好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就是 像spindock 它有两个 主要是两个counter 一个叫nest 这个叫owner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Linux Kernel 怎么去 去 实作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讲的是 arch 这边不是念arch 它就念arch 因为它是architecture 的缩形 那我们这边 这个architecture 是什么呢 是rm的处理器架构 所以这个architecture 表示说我spindock 里面呢 因为spindock 会有这个 跟平台无关的逻辑 也会有跟平台有关的逻辑 那这边就是平台有关的逻辑 所以这边来讲 后面要注意的地方是 这边有owner 跟这个nest 然后特别注意到 这边有个union union呢 这边还有一个 对应一个什么 对应一个rmt的结构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 上面这个sduck 跟底下这个structure 而且这structure 里面都是两个的 各自都是short integer 我把它就两个东西都是hunk 所以换个角度想 五号的这个整数 sduck 它占用的空间是什么 占用的空间涵盖了owner跟nest 因为有两个short integer 摆在一起 它的宽度跟一个integer的宽度 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ticklock 所以这边这个东西 我就把名字就叫tickets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ck 要怎么去实作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 所以我一开始呢 会去 先会把一个建立一个区域变数 所以这个就是叫alllock 然后先把这个 把这个值 先把它设定好 所以把现在值了 现在这个sduck 所以我一指定sduck的时候呢 其实意味着什么 owner跟nest的值 我就这样分别去取得了 然后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们lock来讲话呢 所以我在干嘛 我就要把我的nest 要往后推进 但是往 nest往后推进其实不够 因为我其实这样 我们在意地方是owner的变化 我们要owner跟什么 owner跟这个nest 是一致的时候呢 我才干嘛 我才能够去 acquirelock 才会成功 所以在这之前对不起 就要等待 对吧 好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程式码 以按的这个程式码来讲 有一点点蹊跷 就是说前面逻辑都不难懂 对不对 就是说取得这个号码牌 然后呢取消机看到这个 你就得到的号码 因为这个取消机会 就是这边新增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3的逻辑就是什么 就是你去看上面的显示器 对不对 看说是不是轮到你了 然后注意到这个4 注意到这个4 这个4呢有点有趣 这个东西是什么 按的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叫做 wait for events 那 按的这相关指令其实蛮多的 像是wait for interrupt 这里我们上面来看一下 那尽可能探资料的时候呢 阅读资料的时候 尽可能去看源头的 按的资料其实很讨厌 就是 其实按的东西其实不难 但是就是 有时候就是很烦而且很多字 而且它是英式英文 有时候就是用字潜词 比较 比较 比较有学问一点 不过没关系 不阻挡我们 不阻碍我们学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来讲话呢 像这边有看到两个 一个叫 不要把它看错 这不是WiFi 就是wait for interrupt 那另外也是wait for event 所以呢 这边就有去描述 去描述它的那个用途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来讲话呢 这边来讲话它说什么呢 wait for event 这个东西用在哪里呢 用在spinloc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用在spinlock怎么用呢 就是说 因为呢 如果我们总是在 spinlock 总是在做 busy waiting的时候呢 这其实很浪费 CPU资源 对不对 电就消耗了 但是其实 其实就是那边傻傻的 所以事实上呢 你可以在 在你 一定要做spin的时候 就是在做自选的时候呢 好 就像例子一样 在做自选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事呢 你可以要求处理器 进入一个低功耗模式 你想要说 这个CPU在休眠 休眠这个词比较不精确 但你可以还是可以去想像 其实它就是 就是降低这个功耗 那我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要醒来 所以关键是什么时候该醒来呢 你看到 当这个持有LAC的process释放的时候呢 那我就可以去判断 就是是否可以持有LAC 那如果不能持有LAC呢 对不起 那就这样 就继续睡 所以我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对应到正式事件就是什么 就是你 比方说你去 这个银行嘛 银行这个 比方说像 农历新年钱嘛 就农历新年钱 很多人都要干嘛 换新钞嘛 对不对 换新的钞票 你要干嘛 就是那柜台就很忙 所以你可以干嘛呢 你就是先打盾 然后那个 广播到下一位排队者的时候 检查是不是轮到自己了 然后注意到这边 这边好玩一点 就是说 那我就是干嘛呢 我就是剩下的顾 剩下的顾客呢 就干嘛 去抬头看一下 是不是轮到自己 那所以直到呢 这两个怎样 离开条件就是NASC跟Owner 要怎样 要一致才行 所以这个是什么逻辑呢 这个是 EquireLAC的逻辑 那如果反过来的逻辑 就是我要去ReleaseLAC 一样也是定义在这个 SpinLAC.h 所以注意到呢 这边呢 为什么它是 放到HeadFile 注意看一件事 因为它用到Static StaticInline 这个东西呢 可以去提示 编译器要做什么事呢 编译器做最佳化 就是说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程式码 就是 编译器 编译器看到这样的一个 最佳化的提示之后呢 会紧张的把这些程式码 inline到原本的这个程式里面 所以你呼叫到这个 Architecture SpinLAC 或者Architecture SpinLAC 的时候呢 不管是你AquireLAC 或者ReleaseLAC 这些跟平台有关的实作呢 经红会展开到原本的这个程式码 当然这只是一个 对编译器的一个提示的 好 那注意看这个东西 就是说 那我要做Unlock的时候呢 其实在做什么事情 Unlock的时候呢 其实它很单纯 就是把这个 对应到 刚刚讲的例子来讲 就是把显示器的那个 号码加1 那所以就是 owner指了 地震1就好了 但是注意到看 这边来讲的话 有一个稍微有点蹊跷的地方 这边后面有个SEV 那SEV呢 基本上它在做 什么事情呢 它是对应到Unlock的架构的话呢 它是 它这个指令可以去发送 Signal 给所有的这个 处理器核心 所以可以干嘛呢 它就可以可以醒来 所以当一个process 原本呢 它在 它无法获取LAC的时候 它会这样 它会透过前面讲这个 wait for events 会跑去睡觉 那现在呢 有人释放了 那自然呢 自然这个 我就要把所有这个睡觉换起来 去检查说 该不该什么 该不该 可不可以要活去混蛋 这个对一道真实事业 就是说 你原本呢 比方说呢 等待了等很忙了 然后呢 应该有一种经验版 你在公共场上睡觉睡得太久 或者打捷银打了很久 那有一些就把你叫起来 比方说 接近上的这个什么 接近上这些职情人员 甚至是警察 会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就把你叫起来 那你就起来 或者说 或者去刮拨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spinac 所以它是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常用 那它有很多变形 我们在之前的讲座 就讲这个 多核处理器呢 跟这个spinac 然后我们接近就讲到 很多种变形 还有很多考虑的议题啊 像做catch covariance 甚至一些数学模型 然后呢 再来是sample 注意到呢 semple呢 本身呢 它是一个 你可以讲到说 底层呢 是spinac 那高层 就是底层是spinac 那层次比较高的叫什么 叫semple 那semple的处理器 的东西呢 就是注意到 它就是协调各个这个process 然后确保说 它可以正确 合理的运作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它跟spinac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它在设计的当 设计的源头 它就是说 如果呢 你这个semple 是 没办法 acquired到semple 就是posit 怎么办呢 我可以让它slip 那换一个角度想 就 只要有人 可以slip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会重新排成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会导致 重新排成 好 那它有两个主要的操作 一个叫做signal 一个叫wait 那它本质上呢 它是什么 它是counter 所以注意到画面 这里 它本质上是一个counter 然后这个counter 来干嘛呢 来标记目前可用的资源 所以你看 如果在讲话呢 你就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有点像什么 像你去厕所 男生朋友都很熟悉嘛 其实厕所来讲话 你通常最急的要使用资源 就是小便斗 但是小便斗呢 偶尔是不能 有时候是不能用的 对 要么就是数量太少 要么就是能用的小便斗 数量太少 有时候会有些 阻塞故障 或者要清理的时候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呢 其实我还要知道 去记录 有多少人正在等待 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透过一个双向的link list 去实作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直接讲这个count在这 就是counter 就用到这边的变数 叫做count 然后它定义在这个 linux include semifone.h 注意到啊 这边定义的就是什么 就是比较 跟平台无关的部分 然后呢 这边去秒数的 有多少人在等 那我就写入 写入在这里 那除了这以外呢 来讲话呢 其实我还需要 另外一个结构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 有个东西叫什么 semifone.h 就是等待的人 然后呢 这边除了我用一个link list以外呢 去描述 等的人是哪一个process 那我们这边就遇到一个很厉害的结构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同个系列讲座 有提到就是说process 就是我们在那个同个讲座就讲说 不只是一个自信单元的process 那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testtron这个结构复杂了 但是你可以先忽略它的细节 你可以想到说它就是来导寸 保存就是记录这个 呃 记录我现在是谁在等 所以 来讲话这个结构体呢 它就做什么 它就是个list 然后就记录说 我的process 一旦没办法 获取这个semifone的时候呢 好 那它会加入到这个semifone的waitlist 然后所以 到底有谁 好 那所以这个task 就是这样 就记录呢 后续被唤醒这个process的资讯 它是double take a test去描述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回来 那 呃 网友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就是说刚才这个程式码里面 回顾一下刚才的程式码 这里 我们刚才讲这个spinlock的时候呢 讲这个程式码 讲这个++ 或者说这边的++ 他问他说 是不是该 是不是需要一个atomic 好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真正的程式码 看一下 真正的程式码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我就特别帮你标函数出来 好 你发现 你认真看这个东西 认真看一下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对 先这边 稍微记一下 这边nest++ 然后后来就是去比对 去比对 nest跟owner 可是呢 这个东西跟你真正 打开nest kernel 4.20 看到的 在5.0也是 也是相似的 就是 基本上 应该是 这一段是没什么改的 但是你会发现 奇怪这一段有点复杂 你看哦 好 我们刚才稍微 教大家稍微记一下的部分在哪里 在这里 好 3这个部分 的确 抱歉 就是 的确呢 这个在73行的时候的确是一样的 而且有什么 也有这个 wait for event 所以 乍看还是 跟我们想象中不会差太多 但是这上面到底是什么呢 好 注意到这边呢 这边是inline assembly 不要看到assembly 就害怕了 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 不需要 随时随地 用组合员写程式 我们只有在 需要的时候 才用组合员写程式 好 所以看到注意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ldrex 跟strex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有 大有学问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 exclusiv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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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呢 是在on里面的这个 on里面来讲话 也会有些 对应的这个 在on的术语叫做 synchronization primitives 那不只是on 应该说 绝大多数的这个 现代的处理器来讲 它都有这种机制 好 注意看到 所以看到 在这个on的这个手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n的手册很讨厌的 就是 你看 浏览器画面那么大 只有底下可以看 而且上课 有时候放大 放大画面的时候 因为这只有下面可以看 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有人可以教我说 怎么放大 我就非常感谢你 好 那继续看这个 就说你看这边 LDRIX跟STRIX呢 这边来讲话 它跟你讲什么呢 它是automic updates 好 然后呢 在on的硬体上 有个东西叫exclusive monitor 就是说 呃 你可能知道就是 事实上呢 要实做出 mutual exclusion 其实有很多方法 包括软铁机制也做出来 但是 软铁机制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所以 绝大多数的硬体 绝大多数的 现代的资讯系统 会用硬体的方式去实做 所以呢 在 现在的on也好 现在的这个intel架构也好 基本上都有提供 这个所谓 automic instruction 然后去确保说 可以实做出 automic updates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这个LDRIX跟STRIX 它具体的这个 它具体的行为就是什么 就叫load exclusive 跟stock exclusive 你大概从名字是可以猜出来 就是 就是当我要能够load的时候 别 是什么 是会排他的 同理 当我要去store的时候 也可以不排他 那 on 在底层做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好 注意到它是一个硬体的机制 我们就称为叫exclusive monitor 所以注意到 刚才那段程式码呢 其实呢 在我们刚才做这个 加加的时候呢 好 需要干嘛呢 需要用到这个exclusive monitor 所以 所以我特别有 前面有特别强调 就是 有强调说 你在阅读程式码的时候很重要 就是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是有做这个 这个编辑 不是 编辑不是只是排版 那个叫编辑 那个排来排去叫 叫排版 但是编辑其实就是 比方说把这个inline 设备把它改成那个什么 改成西元的程式 就是有时候是避免 避免看到这些程式码 会觉得很恐惧 但是呢 最好还是要去看原始的版本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上面有一个程式注解 所以可以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 这上面呢 还其实还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 Memory Barrier 那我们在Linux核心设计之后呢 我有个讲座 有机会排一个讲座 就是排这个Memory Barrier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整段呢 其实是这样 它不只是做这个 Atomic Updates 不是这么单纯 其实它背后也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个Memory Barrier 那这东西呢 要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因为在每一个硬体架构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可能有知道一个东西叫 Relax 或是 Sequential Consistent 反正就是 你对这个东西有点概念就好 那这个东西都跟什么 就跟Memory Order有关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还其实有假设 假设呢 那这个 就是假设Memory Order是什么 是Weekly Order Memory 那这个有Weekly 就会有什么 有Week 就会有Strong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有不同的设计机制 好 那所以呢 刚刚那个网友呢 问的非常问题 也非常好 就是修校Atomic 要 当然就是要 而且呢 你过程中就需要 顺便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Atomic Instruction 上边缘概念 好 我们就来继续来探讨这个Semiphone 那 所以Semiphone 刚刚刚在讲Semiphone的时候呢 包含说提到什么呢 提到说本觉上呢 它是一个Count 然后呢 我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描述嘛 就表示说有多少人在等待 这是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说 你去图书馆 对不对 你去借书 如果你还记得 那小时候那个 你借书的样子 对不对 小时候你借书的样子 后面写什么 借书单 就是那个 以前还没有电子化的时候 这种说 举例例什么困扰 我在上课 举例就是这种困扰 对不对 就是借书 我上次讲这个例子 忘记哪一年 讲课讲到这个 好像四年前吧 就是说 各位去图书馆 什么借书单 然后就被学生呛说 现在借书没有这样借人 好 那你们大概想象出来 就是那样的东西 就是说 共享资源 是有限的 对不对 图书馆同一本书名 他可能有好几本书 比方说 比方说什么 就是那种什么 金庸小说 这个什么 借天屠龙记 对不对 大家喜欢读 但是可能图书馆里面只有三本 那总共的库存大概十本 但是七本可能被人家外借了 那所以 之后呢 可能怎样 这连这三本都被接光 所以这个 你就讲这个 康存在讲这个 但是呢 不代表说 其他人就没有机会借到 没关系 你干嘛 你就是 透过一个同步机制去 去追踪 追踪这个资源 到底没有被真的用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Semophone 要特别讲 它这个很有趣 就是你会发现 尤其在作业系统里面 讲同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难懂 你像你读那个恐龙书啊 这个同步的 在同步之前呢 其实有些东西都蛮简单的啊 什么 党恩系统啦 或是说 乍看都很单纯 对吧 但是你又遇到同步的时候 你又很难懂 它举例子很奇怪 什么 理法师问题啦 对不对 什么 哲学家吃饭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 这个举例子都莫名其妙 更莫名其妙就是像Semophone Semophone呢 它的操作 你大概知道吧 有P跟V Dub跟Up 就很奇怪 那注意到的一件事 为什么它会那么奇怪 其实你要 琢磨一下不难懂 因为它是数学家提出来的 其实在电脑里面呢 很多科学家 电脑科学家 或者电脑工程师里面 有一大堆是 要不然你念数学的 要不然你念物体的 所以你看 大力 你看这个什么 Spin Dark 从哪里来 物体来 那底下呢 从哪里来 从数学来 所以这个 这边就是一个数学来的 所以这个Dicastra 它就发展一个什么 它要为了解决同步的问题 它发展的Semophone 但是它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 所以你看到 这个Semophone来讲的话 有所谓叫做Dicastra Counter Dicastra Dicastra 发展的东西可多了 那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荷兰籍的这个电脑科学家 其实对整个 资讯系统影响是很大的 你可以在这个 Wikipedia上面找这个 Dutch Programment 你可以看到好多个 就是在那个 你的教科书 或者说你在很多文章 偶尔就会看到 好 那这边呢 这些人有很多都是数学背景 所以它用的词 会比较奇特一点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在Semophone的这个操作里面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 把Semophone里面内含 那个Counter数值的增加 或减少 所以为什么它的操作叫做Up 或是Down 就是在改变什么 Counter 所以它是站在 数值的观点去操作 所以这特别记住 好 那所以你看 像这边来讲的话 比方说这个有个P P这个操作 是什么 它的荷兰文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减去的意思 那正确的说法是什么 是尝试去减 注意到 这边还有一个尝试 尝试减掉E 的意思 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叫 就是这个字 这个V 加E的意思 所以注意到 这个P呢 是干嘛呢 它就像 就像一个空柜 对不对 就像我这样子 看到一个椅子 把它坐下去 这叫Done 好 然后呢 一旦我不做的时候 像我刚才中间 我干嘛 我这个直播过头 我累了嘛 所以我站起来休息 所以up 所以办法是什么 目前资源可用 所以你可以把这样的 去做基因 因为它是站在 数值的观点 所以你会发现 尤其在作业系统 描述这个Synchronization 因为这些东西 历史都很久 1965年 你要想1965 什么概念 1965年呢 UNIS都还没有翻出来 1965年的时候 那个UNIS的前辈 叫Mark 刚好在那一年发展 其实很多时候 1960年代 其实有去人类 就开始发展了 发展作业系统 那人类为什么需要发展作业系统 因为撰写软理 实在太困难了 人类又希望在同个时间 尽可能做很多事 或者像你可以看到说 整个作业系统发展 跟太空计划 你没有听错 就是APRO登月计划 有很大的观点 我们今天听过的那些矽谷 矽谷呢 它本来是有矽的 就是在美国西部 本来是有制造这个矽的 那制造这些半导体 在干嘛 就是制造高纯度的提炼 或者是精炼 这些高纯度的矽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发展太空工业 然后作业系统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说很多作业系统的研究 跟航空 航空太空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 就是不管是飞行器的 或是那些对空飞弹 这种武器 它其实越来越依赖支援系统 而且越来越依赖软体 所以这个发现这个现象很有趣 好那继续看到 就是注意到 Sanfone它的内含值那个counter 它的初始值 我可以把它设定成0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你看一旦它的初始值是0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那个Vega操作就没有保存下来 也是说我就什么 我就做单次的signal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例 那如果说呢 你把Sanfone的初始值 把它设定成1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BindSanfone 因为就是 它就是0跟1的状态被切换 所以就称为叫BindSanfone 那么在之前的 有一个另外一个讲座 就讲这个 就是浅谈同步机制 还有一个 还有说这个多核处理器 跟Spinup 那里面其实我们有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Sanfone跟Mutex的差异 那事实上呢 在很多作业系统 会把BindSanfone 把它拿来当Mutex来用 注意到 这个在实作面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在本质上 Sanfone跟Mutex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Sanfone是先发展的 后来Mutex是一个 就是你看到 就是你看到 Sanfone是在1960年代发展 然后 但是Mutex是在80年代去发展 而且它发展的时候 会考虑到更多因素 像我们之前有提到 像我们是 Priority Inversion 还有考虑到ownership 这种设计 但是不要把需求跟始作搞混 很多人学习的时候 尤其在很多人阅读Linus 就是用从看那个程式码 来一直看 格物自知 但是像Linus很搞玩 Linus其实在 旧的版本 Sanfone跟Mutex 其实它没有什么区分 所以 所以这很好玩 但是后来 Linus Kernel就是这样 就明确把Sanfone跟Mutex 就显著的做区分 那么再回来看这个部分 这边来讲话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Done跟Up 注意到 你不能讲Up、Done 要讲Done、Up 因为一个是Aquire跟List 就是顺着之前的逻辑来讲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 注意到 你看这边的实作就是 Kernel Locking 然后在Sanfone 注意到 你的版本够新的话 它里面就会有目录叫Locking 那如果你看比较旧的版本 像这个2.6的早期的版本 它就没有这个目录 没有Locking的目录 然后 你看这边来讲话 这边有个叫Sanfone.c 注意到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它就定义了一个Sanfone 比较高阶跟硬体无关的部分 然后在Architecture底下 像前面提到这种Architecture 像这种 你会看到什么Architecture 这样的话 它就定义比较低阶 跟硬体有关的部分 然后呢 看下就是说 这个Done跟Up 好 不要忘记了 Done的来实际干嘛 是标注 目前之前不能使用 好 所以这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 就是Aquire 的操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下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这边有个结构题 叫Sanfone 我们晚点来看它里面到底卖了什么药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边就是有个Waiter 还记得前面有个结构吧 Waiter 然后呢 这个在Sanfone的结构里面就是一个Counts 然后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很单纯 就是干嘛呢 就是说呢 去看 比如说 现在标注的资源都还有剩 比方说 你去问图书馆的管员说 我想要看这个倚天图隆记这么书 还有没有 如果还有剩 我就干嘛 就去取得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 把那些字递减 然后呢 那如果呢 你不能取得 就是说 因为前面做完就可以离开了嘛 那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取得的话呢 就要到二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所以就是干嘛呢 就要把目前的 就等待 就说我现在拿不到怎么办 我就加入这个等待清单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加入之后呢 会触发一个什么 会触发一个排程器 就是说呢 换个角度想 其实本 这边就在做什么 就在做Sleeping 所以Semophone 它会做Sleeping 所以注意到 Spinlock跟Semophone 有很大一个设计上的差异 注意到实作上 有埋伏的一些改变 但是在设计上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呢 如果你去对照原始程式码的话呢 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 这个Done的实作 所以注意到 这个FunctionName 而且它是什么 它是揭露出来的Simple 你看到 所以你在写Cone Module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到Up 也不能用Done 这个东西是保留给谁用的 保留给Semophone用的 然后呢 注意看这个部分 如果你去对照看这个程式码 你会发现 好像有点受骗 对不对 这个落差还蛮大的 就是我们为啥做这个编辑呢 对不起 也是一样 为了解释上方便 那你会看到说 在真正Linus Kernel实作的时候很麻烦 它实际上有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用到一个什么 叫RAW SPIN IR QSEN 所以注意到 这段程式码是为了实做Semophone的Done的操作 但是它底层用到的SpinLock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了过很多次吗 底层是SpinLock 上层是Semophone 这件事有点像TCPIP一样 对不对 你底层会有那些IP、ARP这种东西 上层是什么TCP、UDP这种东西 那这边特别注意到 这边既然它涉及到一个东西叫IR QSEN 所以你可能要去查一下 查一下什么SpinLock的变形 它有单纯叫做SpinLock 也有SpinIR QSEN 还有SpinIR QSEN 好 但是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里面来讲的话 虽然它写法不太一样 但是你看得出来 这边的什么 这边的检查 有没有看 这边的检查 这边的检查是一致的 然后接着这边会有个底线的Done 注意到 在Linux来讲的话 用到两个底线 一般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一般意味着 一般意味着它的 为了要做到程式码的重用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底线 其实它还有很多版本 它会有这个 interruptible killable 还有这个timeout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们真正在做这个 我要去获取支援 就是Semiphone 我透过Semiphone去获取支援 其实有分好多个版本 一个是可以被中断的 一个是可以被kill的 一个是会有发生timeout的 所以它事实上有什么 不同的版本 然后如果说你去看它具体的这个实作程式码的话呢 它还会用到一个东西叫downcommon 就是说带不同这个参数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最终呢 还涉及到一个什么 涉及到一个东西叫signal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一个东西 就是讲这个signal 不过你心里有点概念 这个东西跟排程 就是整个处理器的排程有关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学问很大 但是也不用太起张 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这些东西呢 其实只要知道什么事情 你看到刚才有个共用程式码叫做downcommon 所以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down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不能被打断的 然后呢 我这个反正我不会 我几乎不会发生timeout 我把它设定成最大值 然后呢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说可以被中断的话 所以我就设定什么 Task Interruptible 所以注意到这个实作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 我们在共评上列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概念 那在真正的程式码 你要知道它有落差 换个角选 你可以去思考 Linus kernel它这个改变非常快 每个小时已经 它改变什么 改变了八次 不是八行 是八次 八次可能几百行 几千行 但是不用太难过 你只要知道本质东西在哪里 你只要知道说 比方说你在从恐龙书 或者从其他的教科书 去学习到的一个知识 能不能对立到这个程式码 以及知道说Linus kernel朝向哪里去做最佳化 朝向哪里去持续改进 这样就够了 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把这个 这个Linus kernel当作正极来看 不是 我们今天是把它当个工具 当作一个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开放原始码 专门知道说有一堆人前铺后继的投入 像这个Linus kernel朝向哪里 对不对 他感谢大家 大家什么 这个Christmas都没有休息啊 对不对 这个Christmas都没有休息啊 干嘛 拼命的送Pro Request 对不对 这个很了不起啊 Thanks again to everybody 你看到这个讯息都快点怀疑 到底是不是Linus kernel朝向哪里 太神奇了 我严重怀疑 根本就是他女儿在写的吧 你怎么可能那么客气啊 吓死我了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对待Linus kernel其实要有个认知就是 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圣经去看待 它是活着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它往哪里活 我要知道它哪里演化 这样就够了 好 然后呢 刚才讲的是这个Done的操作 也就是去获取资源 那一旦你要去释放资源 这个叫up 所以就 记住 这个up跟Done 是讲这个什么 讲那个counter的数值变化 好 然后呢 那这边讲的这个up 就是我要去释放资源 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其实就是从这个waitlist 就看出目前waitlist 没有 那如果waitlist没有东西的话呢 就就单纯嘛 就是把它控制加加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我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waitlist有process 那我就要干嘛呢 想办法把东西拿出来 所以注意到我把第一个waitlist的那个linklist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最开头的 拿出最开头的之后干嘛呢 我把它wakeup 所以注意到把它wakeup 好 那注意到这两讲话呢 然后呢 一样 你会看到程式嘛 会有点什么 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 同样的这个状况 好 这边是up 好 然后呢 一样好 就是说你会看到什么 这我也看到irq这个spindockirqstep 反正你会去慢慢查一下这个 好 那这逻辑还是相似的 好 就是说我看这个什么 就是我看这个waitlist的 有没有东西 好 没有的话呢 我就把它加好 那不然呢 我就要做什么 不然做这个 这个 这个底层的一个始作 好 不过你大概猜出来 这个始作跟刚才很像 好 所以你 大概有点认知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这边讲那个simple 好 所以你看复习这样 我们在 为了要讲 R75之前 好 我们必须帮大家复习这个好 要反复复习 就像这个 这系列讲座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我曾经有想过说 我分门别类去介绍 这个 不同的这个机制 对 介绍完之后呢 比方说这个讲座分 12345 好 但是呢 你也知道 大家学习有个困难嘛 我想 尤其各位下班 之后用自己的时间学习 都有个大战略 对不对 你不太可能 按部就班 12345都看完 你比方说 你看到今天主题 看到R75 你觉得R75很重要 但是你可能忘记说 R75学之前 好像没有去把 Spinlock 或者Rulaylock 这种东西给我搞懂 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讲座的做法 跟很多课程不一样 好 我们的做法是 就是 反正有需要 你就帮他复习 好 那讲不完怎么办 就继续讲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个做法 最重要就是 把这些核心的概念 把它传递给大家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像刚才那个讲那个 Spinlock 跟Sepinphone 所以其实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 它同个时间 自有一个process 可以进入critical section 在这边来讲话 critical section 之后我们都说起 叫CS 所以其实很麻烦的地方是说 不管你是在用底层的这个Stra 或是说像Sepinphone 建构在这个Spinlock 之上的一个机制 但是呢 不管是Spinlock 还是Sepinphone 其实这个东西 本质上还是护次的 所以同个时间 只有一个process 可以进入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前面不是花很多时间 在讲这个Stability 这件事是影响Stability 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还记得刚才那个展示 给大家看这个东西 假设你今天系统有64核 像我画面就是这样 那可是呢 你有一段程式码 就是很不幸的 像这样 你就想说 今天CPU核数不是只有1跟2 你要一直想这些是64 其实还有更多核的 像我之前有接触过256核的 所以你要想一下就是 你打开HTOP的时候 256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吧 就是HTOP 你可以玩玩看 就是故意改程式码 改来看 后面这个东西可以检验的 上面这个CPU列表可以检验的 好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CPU1,2,3,4,5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64 或是到256 只要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什么事就只能干嘛 在那边自选 在那边busy wait 那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对效能的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注意到 Spinock 其实我们之后给大家一些数据 跟你说明这个限制 因为这个 你以前在考试的时候 觉得很理所当 很多人都把那个追求把它当作备课 不是 这不是备诵课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东西 无论你的资源再怎么增加 只要你遇到这个Spinock 你就会这样 效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Linux Kernel 你就为了这件事 去思考很多新的机制 所以比方说 它就会去分门别垒 注意到 Linux Kernel 没办法对所有的Case做最佳化 不是 Linux Kernel不是这种思维 它会去特化 也就是说 它会去找到一些情境 比方说这边情境来讲 就是说 假设我们可以去区分 读跟写的操作 然后我们就提出一个最佳化机制 在很多时候 比方说像档案系统的操作 就网络的操作 是Reader会比较多 然后呢 Write会比较少 而且Write可能极少 甚至甚至不太存在 所以如果 今天做Read操作的人 我们称为叫Reader 然后相对来讲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Write操作的人 叫Writer 如果 Read操作是很多的 但是反过来说 Write操作是相对少的 那我们就设计一个特别的机制 叫做 RewriteLock 然后呢 这个来讲的话 同一个时间内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Writer 会进入这个CriticalSection 然后呢 如果 如果没有什么 如果没有Writer操作 进入CriticalSection 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有好多个Reader 进入CriticalSection 然后注意到 Reader跟Writer 不能同时进入 所以注意到 这件事本身来讲话 它还是意味着什么 还是有上面这个Exclusive 但是 它把Exclusive 把它缩小了 所以事实上 RewriteLock 其实它有 有两个形式 一个叫做 Semophone形式 就是什么 RewriteSemophone 另外一个是 Spinock的形式 我们叫做 RewriteSpinock 然后 不过我们为了讲 底下我们都在讲解 Spinock的形式 然后 这边有解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情节的人 很认真的 这个很认真的清理 然后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 举这个例子 这个 男厕例子 那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男孩子呢 男生进入这个厕所 那我们讲的厕所是 直面讲的厕所是男厕的 你 你不应该可以进入女厕 所以这个 进入女厕这件事 不是我们讨论范围 好 那如果男生进入这个 男厕 那其实想象的是什么 就里面很多reader 那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清洁人员呢 进入男厕呢 其实他现在是right 对不对 因为像画面中这个人 他其实 他来厕所 是来帮他服务的 那所以呢 但是他服务的时候呢 这个资源就这样 就会被 限制住 但是他的服务很重要啊 因为 你不让他做事 你不会得到更好的 享受品质 对吧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呢 这个你看到 如果今天有个 男生叫什么 叫的A 他发现清洁人员不再 打扫厕所进入了 所以他的确就开始用了 那随后呢 B跟C呢 也干嘛 也是进入了 但是呢 接着呢 清洁人员开始打扫厕所 发现男孩子在里面 怎么办呢 就等他嘛 对吧 你不能 不能打扰人 打扰人家性质嘛 好 然后呢 之后呢 这个男孩子ABC 都离开厕所 那所以赶快 因为他已经在外面等了嘛 所以终于 可以进入里面打扫 那这时候呢 又有另外一个人去上厕所 那可是他发现 他的这个 清洁人员在里面忙碌 知道在什么 在门口里面等着 所以你看 我这边来讲话呢 一个像这样的一个Write 对不对 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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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便斗 有做一些什么 有做一些清洁 然后呢 但是Reader来讲话呢 他是 他是 要使用的人 他就是 他其实重点就是说 我有多少资源 我去 我去用 用 那 所以我 这些Reader 也就是说想 想要上厕所这些难事呢 他怎样 他其实他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 重点就是 他可以 他可以 concurrent进入这个 critical section 他可以很多个 只要 有 就是只要什么呢 注意到 只要Write 没有 没有在critical section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大堆Reader 进入critical section 但是Reader跟Write 不能同时进入 所以注意到这个设计 好 那所以呢 既然呢 我们要设计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呢 这个东西 这时候你会发现 Linux Concurrent 又对这种事 做的最佳化 就是 因为永远 Writeer就只有一个 会进入critical section 而且 只要Writeer进入 Reader就不可能进入 好 所以我从大点 我根本不需要针对Reader 跟Writeer 特别有 独立的counter 不需要 所以我只要去记录什么 记录说 只要有个bit 去记录有没有 Writeer在critical section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我就一个bit 是跟Writeer 那剩下的这个 比方说 我用一个32位元的 然后 我一个bit 扣掉的时候 我还有31个bit 那我这时候做什么事呢 我就用这个 bit0到bit30 去统计Writeer的个数 所以你会发现 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它用在哪里 ReaderLock 是用在Reader 数量元大于Writeer 因为Write 基本上只有一个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发现说 因为这两个东西 不能同时进入 Clipo section 所以基本上 它对资料的 什么 资料的这个 敏感程度 其实要注意到这个敏感程度 就是 如果这个资料变动非常的大 那其实 这样的一个 RueLiteer会有影响 所以 它其实是有那个情境 好 那 所以你可以发现的是 一个事情 描述RueLiteer 只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你看 又看到Linus Kernel 最佳化了 然后呢 如果以On来讲的话 这边是一个编辑过的程式码 我们看一下 On的版本 怎么这么写 相似的 但是就是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同 就是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U3的 U3的 U3的这个Integer 它的长度为 诶 对对对对对 我点错了 一样是这个的 就是这个长度为什么 长度为这个 32位元的这个 32 bit 的U3 Integer 那我这边为了要让它表达方便 我写一个U3 Integer 这样子比较好描述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各自的 各自的那个 RewriteLock 的那个实作 那因为它是分 读跟写都有可能 Rewrite 都有可能会进入Critical Section 所以你需要各自的 Lock 跟Unlock 的操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就是比方说 Writer Writer Lock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就是从这边去贴过来的 我只做排版 快速来看一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看起来有 那Inline and Subway 就会下跑很多人 但是不用拍害怕 我们帮大家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底下这个部分 注意到上面跟下面不是完完全等价了 其实我这个写法不太精准 其实应该写说 如果有exclusive monitor的话呢 底下会等价 好 那 我们就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嘛 这里有这个stix 所以后面有个eq 但是猜得出来 基本上它就是什么 就是exclusive的 stall exclusive 然后呢 上面是一个什么 low的exclusive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把上面这段改写成下面这个 其实它 这样上下是这样一致的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一样还是做什么 wait for event 就是不要浪费电 就是让我那个CPU可以多消灭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先干嘛呢 先把我原本的这个 这个 这个lock 取出来 那这个lock很好玩啊 因为reader跟writer 对不对 共用这个 所以我一口气把这个东西取出来 32 bits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有兴趣的地方找出来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是什么呢 这个是writer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把把writer 是不是在critical section里面 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做什么事情 其实做的 做的这件事 好 我呢把最高位的那个bit把它取出来 好 那最大的这边是一个那个 呃 bwise的操作 所以就是在这个 你可以搭配看我们那个 你所不知道的细元数值系统篇 好 就会花很多心思跟大家介绍这个bwise的操作 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bwise的操作 如果你对bwise的操作很松细的话 你看到上面是什么 你就会想到下面 好 那当然 你今天需要点训练 那我先忽略这个细节 先把那个 把它转成对应的程式码 好 但你就会知道这个期待者检查什么 检查这个writer 是不是在critical section内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writer 允许进入critical section 好 如果不允许的话 我就等 我就等待 好 然后呢 呃 后来呢 再什么 再把这个东西还原 就把原本的字 你看到我一开始 我开始有这个什么 一开始有个temp 好对不对 我中间有个 然后我就后来就把 去就是把它这个 因为字已经变更了嘛 所以我就需要把它更新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部分 就是 我这边呢 也会有一个 writer的count 对 好这边 注意看这一段 好 那就是reader reader count 那这个东西要去更新 因为我这边加加加 加到哪里去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超酷的 因为这是最高位嘛 所以我加加的时候 是加到哪里 加到reader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一段程式码呢 就是加到reader 所以要特别注意看 这边东西加的东西是reader 好 那当然reader的 你看得出来 reader它的总量是有限制的 好 那我们没有到reader的总量限制之前 我们再加加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这一段 这段超美的 就是我能够更新这个lock的前提 就是我的reader lock里面 那个数据的前提是什么 是没有writer 所以我这边去判断了 是不是有writer 进入这个curricular section 然后也就是我去去取出什么 bit31 最高位的 那如果已经有的话呢 就在那边停住了 然后呢 干嘛 透过这个wave for interrupt 然后行个睡眠 所以这个东西跟之前那个 Spinac10做是怎样 是相似的 然后 好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哪 就忽略 这个 smp mb 那这东西什么鬼呢 这东西就是 我们 smp就是那个嘛 对称多核 多取习 那mb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memory barrier 这边请你先忽略它 因为我们之后讲这个 memory barrier的时候 会继续要探讨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 可以讲政治的主题 但是不影响到我们认知 因为我们今天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reader writer 这两个东西 怎样不能同时 进入curricular section 然后但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是reader 的数量是大于writer数量 所以看到这边 它是一个特化的一个实作 那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 那一旦呢 我这个reader 要离开的 要离开这个lock 那我们该做什么事 一样呢 你在那个查阅Ninus 的程式码也会得到 底下这段程式码 画面中这个样子 看起来很恐怖 没关系 我们帮它改写 就把这一段 祝货院改写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多 这么多行呢 对应到西扣之后一行 因为一样 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exclusive monitor 然后这边来讲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等于这个 但是为什么这边还有 你显然看到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有range 就是 因为如果我前面的 那个low的exclusive 跟store exclusive 拿不到 拿不到这个数值的时候 怎么样 不要再重新尝试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些 automic instruction 其实它的成本是很大的 它的成本不是因为 一道指令 而是说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要automic的时候 对不起 就要搭配什么 要搭配一个回去去做 那至于说这个东西 最终会花多少时间 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之后呢 再探讨这个 讲这个 realtime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很关键 我们讲这个 realtime的时候 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叫做 WCET WCET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呃 不是这个东西 What's the case What's the case Execution time 那这个东西呢 是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注意到 automic instruction 它虽然很方便 所以 呃 你先假设有人帮你写好这件词是吧 所以 它很方便 但是呢 它其实它对这个 尤其在realtime 有很大的一个 效能的冲击 好 然后呢 呃 但是你也发现说 其实这个石柱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 就跟上面讲那个 Spin Unlock的石柱很像 然后它也一样有一个什么 这个ACV 别忘了 这边有 我们刚刚转换的东西 只是那个什么 只是Inline Summary 其实最后还有一个ACV 会换起所有的CPU 那同理呢 你去看那个 right 就是就很像 这会就不解释了 好 注意看那个 那个bit 美妙的bit31 就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by's的操作多美 好 然后呢 再继续看下去 好 然后呢 呃 我这边来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虽然realtime lock 它是一个针对 呃 reader 比较多的时候的 的一种最佳化机制 但是因为它的reader跟right 它其实不能同个时间进入一个section 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有些影响 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它这边的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 这 它的特性 所以你会发现说 因为同个时间呢 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 这边本质上 还是一个exclusive 那这个时候呢 会有没有很大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我们 让 设计的情境 让这个 writer跟reader 都会进入critical session 就是都想要进入这个critical session的机会 大幅的降低 好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呃 那个 上海交大的这个 陈海波教授 陈海波教授在中国 是一个传奇人物 如果你不认识他 敢去认识他 就是 他在这个 很多 其实 华人 华人在这几年 在Linux Kernel 做了很多 巨大的贡献 但是很不希望 是华人在这个 像 OSDI OSDI SOSP 这样的一个世界一流的 这个作业系统的 研讨会 或者是世界一流的这种 研究的 这个 的那种 呃 就就就这种 conference paper 就作业系统很特别 跟很多领域不太一样 就是作业系统 一般来说我们不太看 不太看齐看 我们看的是那个 conference paper 因为conference paper 其实它是街头最 最新的一个发展 那但是 呃 像刚才提到像 Eurosys SOSP 这样的 他其实 华人在里面比例很少的 但是陈海波教授 很不容易 他是 那不只是中国的传奇吧 应该说是整个 华人世界的一个 很大的传奇 他是 他基本上就在中国求学 但是在一路呢 就带领他的团队 挑战非常困难的题目 所以其中一个题目呢 就是这个 叫做 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 嗯 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P-R-W-Lock 就是 他还是 R-Lock 但是 但是他是 Passive 所以他的重点 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重点就是说呢 他去降低 contention 的比例 那有兴趣 请你自己慢慢 慢慢看这个部分 那后来他也释出了那个 针对Linus Cone 3.8的一个 必要的修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一些 一些 比较 就是他 比方说R-C-U在做什么事啊 之类的 那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说 这里 在这边的讲话呢 就是我们 R-C-U在 我们接下来去探讨 R-C-U在这里 就是说 我在绿的时候 不需要额外的 main barrier 然后呢 在绿的时候也不需要 额外的这些 automic construction 那 就是 然后 我在 我在什么 我在这个 quitical section内 其实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这个 Steven 然后让这个 资源的使用更有效率 就是要注意到一件事啊 你可能会 就是 你就是 这应该是中文意思的问题啊 Sleep这个字 你去查英文 它其实有很多意思 但是在中文来讲 我们通常 你也知道吧 就是说 这个华人世界 对睡觉这件事 其实是负面的 其实Sleep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说你想 我睡觉 是一个 休养 休息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但是以作业系统来讲 Sleep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 我可以把资源 给 要用的人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Sleep 不要小看 Sleep不是坏事啊 在华人世界可能会认为 睡觉是坏事啊 但是不是 这是让资源调度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 R系统是符合这几个 也就是说 他不用仰赖 automic instruction 但是可以确保什么 资料的正确性 那 陈海波教授 他领导的团队 他始终很可厉害的 对不对 他这个passive Rulite Lock 他有一 就符合好几个特性 而且 他可以说 它的contention的成本 所以你看 这边讲的话 它就是一些实作 所以你看 在这边的讲话 这个资源序值增加 这也是64盒的 跟我刚才展示给大家 那台机器很下 那你只要看 黑色实性线 就是他的实作 叫Peduct Passive Rulite Lock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这个在哪里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的地方是 RCU RCU 然后呢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Passive Rulite Lock 随着我资源的增加 我的什么 我的读谱 其实还不错 你看这边来讲还不错 只是说到这边来讲才停顿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三角形的这个RCU 其实它在这边来讲的话就这样 就停顿了 所以我们还记得前面来讲的东西吧 我们的 和平统一 对不对 那你可以和平统一来讲话呢 你看在这边 就是我们理想是这里 但是如果你对照看这边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它就让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在RCU 很快就遇到 遇到这种Case 就是α大于0 β等于0 就是这个Android 那个状况 那但是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很长的时间 你看到 很长时间还是 还是 还是 符合我们的这个线性增长 那这边要怎么解释呢 它在论文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 跟你这个像HT 因为像这台硬体来讲话 它真正是 真正是 就是 它会有一些那个额外的那些 成本在讨论的地方 然后如果说你继续看 看说这个底下的分析 就是 这边来讲话呢 阿西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 注意看这个图 就是 在这里 然后 然后 在这边来讲话呢 的确这个 passive Rulalug 还是会有些问题 但是 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表现呢 基本上已经很接近了 就在这个 另外的case 再来讲 这个就是 就是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case下呢 其实这样 其实它的表现 是 比RCU 略差而已 这个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就是 它其实它是一种特化的Rulalug 但是呢 又可以的 就是 注意到一件事 因为RCU呢 其实它有很多限制 我们等一下晚点会提到 这个RCU有很多限制 但是Rulalug 这个 passive Rulalug 它本质上是在 原本Rulalug的一个什么 一个改进 好 那 讲到这边的话 你大概知道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要增幅 增幅RCU 在这之前 那所有的Lug 其实你要搞得很清楚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然后呢 在这个 在我们这次不会涵盖 但是 稍微提一下的东西 就是这个 Q SpinLug 还有这个MCS SpinLug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变形 你可以发现说像 你可以带入这些关键词 就是 像这个 找一些什么RM 这一群 你会发现说 这种东西还蛮多的 就是在描述 它到底在做什么事 之类的 好 这些东西都是变形 然后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些变形 其实还蛮 还蛮复杂的 然后 这 这都是哪些人在关注呢 好 认证看 HP 甚至可以直接 直接改一个关键字进去 把这个HP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用这个什么HP.com 那你可以看到 这其实就还蛮多的 就是几千笔 几千笔这个资料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东西呢 要解释呢 其实又值得 我们下一次再办这个讲座 所以 反正就是 令子坑洞是一个 博大精神的东西 不过你也不要太难过 这表示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重点是 触类旁通 这样就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边来讲话呢 它里面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像这个Cache9 这个 所以 我们之后讲 讲那个 在讲多处理器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的是 多处理器 与 Spinlock 你知道 这个讲座 其实不是在讲这个 可以让你 一口七把 多处理器搞懂 而是说 为了要介绍 Spinlock 所以 我们把多处理器 这些背景之 搞懂 但是对不起 这个东西不足以 就是之前 我们那个讲座 不足以让你了解 Q MCS Spinlock 不够 因为其实你还需要另外的一些背景知识 那我只是 提醒你一下 它最重要的机器是什么 是把原本的TikiDock 换掉 那为什么要大背周章的把原本的TikiDock 拿掉 因为TikiDock不是看起来很公平吗 因为它有一些 Scapability的问题 那这边呢 我就再录另外一份投影片 那这个 这个投影片就是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Futex的那个 Scaling 好 那请你自己看一下 我这边帮你再录重点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数据 它说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用这个 MCS Spinlock 其实它的突破提升 可以到什么 在80个Core的状况下 可以提升2.4倍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所以 麻烦的地方是说 其实很多人 要能够实验出这样的一个效能差异 其实没那么容易 因为你处理的数量要够多 那些效益才会看得出来 反过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HP 会去攻击这个 因为HP很多 就HP这家公司 我不知道你对它认知是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像HPE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什么 就HP Enterprise 它还是很多 很多像这个 股票啊 证券业啊 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很多那种程式交易 那背后他们提供很多机器 还不然 Data Center里面 也是有HP提供的 那它里面很多那种 客制化的处理器 那里面客制化处理器 就是那 处理器的核数很高的 密度很高的 那他们就花很多心思 去干嘛 去改善Lens Comer在这方面的影响 好 然后 这边有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说 原本TikiLock 就是搭配什么 搭配这个像这个 这个CS不是冷冻猪肉那个 别乱想 这个CS是什么 就是Compare and Swap 就是Automic Instruction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成本 其实你看到原本 TikiLock的成本 单次的这个Lock Unlock的成本 是要17.63ms 但是如果说你用Q Q的Spin 就是我们会重排 注意到 这东西不能翻成排队 那是重排的 重排的那个 的那个特制的Spin Lock的话 很有意思 它的就大幅的降低了 而且在多处理器 就是核心数够多的时候 这个冲击会很大 那底下呢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介绍 帮你画一下重点 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天 完全没办法涵盖的 因为这东西太 还蛮复杂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去找 它的这个录影 我记得 这个原始的原作者 他有那个类似的那个 那个录影 相近录影 你可以在YouTube上 找一下这个 找一下这个名字 好 那他这边基本上 就帮你复习几个点 然后就是说这个 Blocking因素在哪里 Blocking就是限制 Scapiling 所以为什么他画那么多心在做 然后这边在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他就分析 帮你分析几个 好像VQ啦 好 然后这个再来是什么 那如何去设计一个Lock this 就前面讲过 Lock this不是 不是没有Lock 而是Lock跟Lock之间 不会有竞争 Lock不打Lock 对不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所以我们要先定义什么 叫中国人 好 然后来讲这个 Rocking 我们前面有提过 就是说其实整件事 会变得很复杂 就是说在多核的状况下 其实很复杂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Counted Switch的成本 然后再是 也会被浪费掉的 这个Cycle Count 其实它不是等价的 在以前单核的状况下 就是所谓的这个Uniposition 在U-P 在U-P的这个状况下 单纯嘛 就是说 Counted Switch越频繁 就相当于浪费的Cycle 越多 但是在多核一系的情况下 完全不是这回事 然后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去思考 说它的影响在哪里 所以还记得吗 刚才给大家欣赏那个程式码 对不对 有没有可以发现 Interrobable Uninterrobable Kidable 对不对 还有刚才那个Timeout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在SMP来讲话呢 就是什么 就会很关键就是 它这个像这种Sleep 我们就要做得很小心 注意到这个东西在SMP 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实际上呢 其实我们要麻烦的地方是说 还要考虑到 现在处理器的状态 所以注意好 看这边 Test Lonely 之类的 好 然后再来是有提到 刚才讲那个VQ VQ VQ QQ 好 然后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们前面 如果你回想到之前的程式码 不是有一个 VQ VQ 对 就是把一个 好啦 帮你忘记 通关一下程式码 我刚才有一段程式码 怕你忘记的话 帮你复习一下 有一个VQ Wake Up 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Semophone的 这个什么 它的Up 要还原的时候呢 有一个Wake Up 好 然后注意到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 这个东西呢 一样也会 就是尤其在多个 就是在多核的状况下呢 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这个效能 好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 这些东西 微观来讲都很小 对不对 刚才给大家看的数据嘛 那都是NeoSecond的 你会觉得很小 但是对不起 那东西平反 平反之后呢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跟你探讨说呢 要如何去设计一个Luckist 所以包含说像那个 呃 陈海波教授 做他的团队 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 不过这个东西比较麻烦的 就是为什么今天完全完全不可能介绍 因为其实 你又看到MB了 你在坑楼里面看到MB 你要跪拜的嘛 那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但是你不要太害怕 你就心有认知 好 我们一次看一点 一次思考一点 那这边来讲话的这个 你一定要对Memory Barrier 有足够的认知 你去看坑楼里面的Luckist 这些Luckist的实作 它才会有意义 因为花在Memory Barrier的成本 很可能比你以前学过的很多 资料结构 导致的那个冲击来的大 像你比较说 你以前学那个像排序 你可以把这个bubble sorting 就是插入排序法 泡沫排序法 把它换成那个 像Murch Soul 这个效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些突破往往 会很容易就被这些 来自记忆体的 来自Memory Barrier 来自这些周边的这些冲击 做抵消掉 这是很可能会去发生过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Linx可能花很多心思 去调整像Cache Line 调整说像CPU的Data Structure 甚至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说 像这些Cache Line的Unbouncing 那这Pache Line Bouncing的问题 反正就是之后你会 这个会去思考到这些议题 但是不要太害怕 因为这些东西之所以 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它很多因素 很相控 甚至你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RT 就讲这个LeoTime 有关的议题 LeoTime来讲的话 我们着重的是什么 重要任务可以去抢占 绝大多数的任务 所以绝大多数的任务 包含什么 包含说Intel Context 在Linux Kernel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发展叫做Pre-End RT 就是说它希望Linux Kernel 可以变成一个Hard Realtime 的一个作业系统 也就是说我今天 最高优先权任务 它可以抢占所有的 在每个点都可以抢占任务之前 包含说Interrupt 这个在过往 人们是觉得很难想象 但是在这个RT 在这个Pre-End RT的那个状况下 它是会发生的 所以几乎每个点都可以 都可以发到Pre-End 除非你强制的去 把Pre-End disable 所以你为什么要 特别知道这件事 这里 就是 这个东西 你看到影响是什么 你看到 这个VQ 在这个Linux Kernel的情况下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呃 会是SpinLock 而且 而且 就是它在 不是RT的情况下 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RT 就是没有 不讲究Linux Kernel的情况下 不是问题 但是在Linux Kernel的情况下 在这个VQ 就是SpinLock里面 会转换成 注意到 在SpinLock里面 会把SpinLock 转换成可以睡觉的 也意味着什么 不会傻傻的让一个 处理器 只是在那边空转 在那边那些Spin 不会 而是这样 会让这件事 会让它做 可以做Steep 意味着 会重新的这个什么 Reschedule 所以因为我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这个SpinLock SpinLock 跟SpinUnlock 这个时间点内 我还是可以干嘛 还是可以Pre-End 好 那这件事呢 其实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它在整个课论来讲 有很多程式码 因为这件事 不要小看这一页 因为Linux 因为这一页 它背后有非常多程式码的变更 所以你会看程式码 会发现会看不懂 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考验议题 是单向的 就是你看程式码 尤其先看完恐龙书 或者看一些 市面上的一些Linux的书 它解释的时候 是一个单向的地方去解释 但是Linux的课论 它是多维的 它是在变动中的东西 所以你一次要去 思考那么多面向 是很困难的议题 但是也不用太害怕 就是说 你今天去看 就是说 可以做一个观察 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WebQ 就是WebQ做一些调整 而且呢 我们把它的顺序重排 那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这有机会大幅的缩减 你看这个是26个Core 然后这个是 Intel Core i7等级的处理器来讲 那这个就很有趣 你看到 绿色是原本的 然后那个 红色是重新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省下的时间 是很静等的 为什么 就是原本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什么 就是很大范围的一个 一个lock 但是我可以在过程中 我让WakeUp不是只是 一个接着一个 我可以同个时间 WakeUp 那这个听起来 概念很简单 但是在实桌面很复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里面探讨的议题 就是说 他做哪些修改 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这个作者 他对科朗做了很多贡献 所以你可以把他的关键字 跟他名字带进去 他就会在他的修改里面 解释是要做什么事 因为往往我们看 如果我们只是 像刚才那样子 去点选这个程式码 像这样 去点选程式码 你只看到 像这样 你去点选程式码 它是最终样貌 你没有看到中间样貌 所以你往往 会不知道他的发展 你去想一些事码 就像你写文章一样 如果写文章的过程中 能够录影 或是说 你用git这样子 去追踪说 你写的文章 所以我们只要 用git.log 很快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思路 原本的结局 贾宝玉跟林黛玉 也许会走到最后 突然跑出个张曼玉 这不好笑 就是说 这个故事的发展是有关联的 它有那个故事性 让它渲染 让它整个思路 对不对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如果你只是把Linus Kernel 当作程式码去看 一些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大师级的人 就是大师级的人 是像刚才那个 和平统一 对不对 就是Universal Stability Law 它提供一些数学模型 一个放诸四海阶准 那这是真正大师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像我们的高手 对不对 它对科目做很多修改 那修改的时候 会接受很多viewer 接受很多人的想法 去重新调整 所以你其实要看的是什么 是看它怎么去提交这些拱线 提交这些程式码 以及跟大家怎么参与讨论 这才是学习这种很重要的事情 那总之就是说 在过去以Lock为基础的系统 其实它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尽管有很多最佳化的方法 但是 它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接着干嘛呢 就是这个Lock 不打Lock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很多次 就是Lock对这个系统充电很大 那这边呢 就引述了这个 引述了这个教材 这个教材是那个新南卫士大学 他们有一份很厉害的课 叫做AOS 就是Adominated Operating System 那在AOS这门课呢 它是很有意思 就是这门教材很有意思 因为它里面的那些讲者 不是只是大学教授 那么简单 就是 不是只是很清楚的把它表达而已 它这些教授 是真的有参与世界一流的那个系统开发 然后这门课呢 催生一个世界上一流的作业系统 叫SEL4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作业系统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波音 对没有听错 波音这家公司它不是只做客机 波音这家公司也是一个军火商 对没有听错 很不幸的 基本上有在做客机的公司 往往它也是军火商 像Airbox 就是空中巴士 造福很多人 但对不起 它也是军火商 好那总之呢 一个作业系统能够卖给军火商 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而且 军火商开发出 像波音它开发出无人的 无人的 就是无人机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大疆那种无人机啊 不是那个 是真正 真正就像一个那个 就像一个直升机 然后它没有人去驾驶 但它可以 可以发射飞弹 再注意到 我讲的无人机是可以 可以杀死人的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一个无人机 它可以杀死人 你在电影上看到一大堆 就是那种遥控啊什么的 你想说 你假设连遥控都不用遥控 或者说 只要做 任务提示 就是 规划它路径 那些攻击射击 都可以自动去进行 那这样的资讯系统 是不是很关键 好 所以SEO4呢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号称 是unhackable 就是 没有办法被 被人家攻击的作业系统 一个作业系统 能够发展成这样 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然后 这个里面用的作业系统呢 它叫SEO4 那它的来源是哪里 就是来自西南卫士大学的这门课 所以你为什么要看这份教材 这个教材 为什么意义这么重大 就在于说 它这些课程的一些教师 甚至助教们 都是真的在开发这种一线的作业系统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有个教材呢 就是讲这个SMP Modic Core 还有Memory Order and Locking 就讲这个部分 那里面呢 就会举出一个血量的教训 教训什么 告诉你说这个lock lock的代价有多大 那它里面就讲一个实验环境 就是用这个是Linus kernel 2.6.35 当然这个东西很旧了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看这个东西很开 它说呢 它们发现了 在后面提到的那个问题 在最近的Linus kernel也会发生 意味着什么 Linus kernel在SKBG的改性很有限 然后注意看它们的实验环境是这样 它们用的是MD的这个48盒子这个伺服器 你没有发现 画面中这个图片有点奇怪 这个图片有点奇怪 这个图片有点奇怪 地方在哪里 你看这个DRand跟DRand 都是很远 好注意到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 是NUMA 我在干嘛 MD 就是它基本上它这个 这种架构是NUMA架构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在NUMA架构上 它大概呈现像这样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CPU 正确说是一组CPU CPU cluster 这边CPU cluster CPU cluster 然后CPU cluster之间再串接起来 为什么你会在处理器会看到什么24盒 48盒 有时候这个数字也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2的N次方 因为它串的就是这样串 然后你会发现说 这边画面中的DDR2 当然这是很旧的东西 比较旧的架构 像已经是DDR4 或者更后面的架构了 但是不理想怎么理解 你可以发现说画面中每个DDR2 它其实在物理上实体上是不连续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 它不连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要存取的时间成本会有影响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 我要去确保说Cache Coherent的成本也是很大的 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个黄色点都有什么 都有处理器 那我要确保说它的L1 Cache到L1,L2,L3 这些Cache要保持一致 这个是有代价的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叫什么 Cache Coherent Interconnect 这个东西的代价是不低的 然后后来它就举一个例子 讲一个东西叫EXIN 怕你不知道 EXIN是一个叫我们称叫MTA 是由建桥大学发展 建桥大学发展 就是说 比方说如果你有架设过Email Server Email Server很好玩 Email Server在做什么事 就是说这个像SMTP Email Server Email Server顾名师就是我要去搜信 对不对 那所以它中间的通讯协计叫SMTP 那它会透过这个Port 25 然后我Email Server它会收信 也会发信 听起来废话 对不对 但是这件事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收发信件收 会不会有个Q 对不对 画面都看到这个Q 所以我们在收跟发 POP是发 然后那个 SMTP是这边都 两个都有 搜发都有 那所以你看 我搜发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一个 我是不是需要一个Q 去去干嘛 去把这些信件 对不对 我还没处理信件 先把它收下来 然后呢我需要跟 这个Email Client 要去沟通 然后呢 我还可能遇到一个很麻烦状况 是什么 就有人会要攻击我 对不对 就说比方说那个 有垃圾信 对不对 寄给我 那所以比方说 像我们这个学校 叫什么 就是 就是小老鼠后面是什么 mail.ncku.edu.tw 那很多人可能都遇到 那个垃圾性攻击 所以我干嘛 我要先Q起来 Q起来干嘛 我可能要在上面 做额外的处置 比方说 比方说把这个垃圾邮件 提除掉 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 来自我们成功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这个叫openwebmail 在 在Gmail出来之前 openweb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webmail 那它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这个 陈纳电机的这个 以前的博士班学生叫董仲凯 就是一个 他的ID叫unison 好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 我们这个信件呢 Email Server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一般来说呢 它会搭配一个东西叫做MTA 就是说 我这个信件 讯息的进来 或是出去 其实我要去Q 那我可能需要对Q 里面做处理 像刚才讲的 像openwebmail 它可能需要做什么 它可能要去拦截 排除掉那些垃圾信 因为我不可能到使用者搜到Email 才把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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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是垃圾 对吧 你要把这个信件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像Gmail这样 把它搬到那个垃圾信的部分 那所以EX-iron 其实它面临的问题很有趣 它的资料量很大 你想一件事 像这个成功大学 我们成功大学 其实人也不少 大概有 大概有三万人嘛 对 就是教职员加学生加进去 大概有三万人 让台大更多了 所以 而且一个人可能 拥有的这个Email count 可能还不止一个 所以比方说像我 可能系上给我一个 然后我的实验室又一个 然后那个 学校 教职员再给一个 所以我可能有三个 那而且 我们收到的这个信件 量 这很难讲 真的是 不是只有人寄来的 机器寄来是很多的 所以 分析一个 像 EX-iron 这样的一个MTA 它的意义就很大 但是你看到 也很好玩的事情 看到 这张图 很美妙 它遇到什么 Collapse 这东西多美妙 你看到 我一开始 处理器核心增加的时候 很美 对不对 一直增加增加上去 可是到这边就觉得 不太对了 还记得吧 刚才前面讲 那个USL 就还冒出来了 那可是 麻烦的地方是 在40个核之后 它就这样 就不增 反降 而且呢 你发现什么 这个时间点 花在Linux Kernel 内的时间 大幅的增加 所以你看 原本Linux Kernel 花的时间没有 差不多 就略为增加 然后 但是 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会发现 Collapse 你发现什么 这就是Kernel成本 所以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前面讲这个USL 所以注意到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要考虑议题可多了 不能有资源竞争 所以我们看来 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发现说 这个状态 Alpha跟Beta 对不对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背后 一定有资源的竞争 所以我们要去解识 这个解读 资源的竞争 而且要去干嘛 要排除 不是只有看 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工程师 不是只是看而已 不是和尚看春宫 我很讨厌恐龙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干嘛 对不对 就是 这些人一本教科书 写了那么多年 但是连基本的观念 都写不太清楚 我就知道在搞什么鬼 最不爽的就是 他就是站在那种 和尚看春宫那种 用百科全数的办法去介绍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但真实实演技 也不是这样 而且最麻烦的是 大家每天用的作业系统 好 我们很可能是连一本 知识都没有 就是基本的观念 都还没有学习到 好 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如果呢 我们去用这个 OPPO5 这样的工具 当然这种工具很多 像PURF也是 就是这样一个 系统分析的工具 然后呢 你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状况 好 你看哦 上面这个东西呢 是 就是 在40核的时候 所以它每秒呢 会有多少个Message 有1万个Message 然后呢 呃 在48核的时候呢 每秒能够处理的Message 降到了4千个 好 所以大家知道吗 他讲这个 就是 1万个 然后这个是4千个 好 这些东西美妙 好 所以你为什么 不能只是用看了 去研究作业系统 好 就是 这是我刚才讲过 我刚才讲了4次 我们讨厌那个 孔书和尚看书 因为真正作业系统 是要动手的 现在就要动手 好 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要真正动手 因为这个东西要出力 但是你看哦 如果你真正动手 你会发现好玩 好 这个 Kernel时间大幅增加 其实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透过这样的Profiling Tool 发现什么事情呢 在40核的时候 其实 这边操作啊 这边做很多事啊 什么Ready 3 然后什么 这些Fault 然后PageFault 这些处理 它耗的时间 不会差太多 所以简单说 没有一个Function 它是Dominate 就是 耗掉绝大多数的时间 但是 在48核的状况下 它的Mesh 从原本的1万个Mesh 每秒1万个Mesh 降到4千个 你发现说 在这里 会有个叫LugaMNT 好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LugaMNT的话呢 你去看这个程式码 很好玩 LugaMNT的实作很无聊吧 对不对 就是看这个 它在做什么事 就要查这个Mount Table 好 Mount Table是什么呢 怕你不知道 帮你科普一下 Mount Table在做什么事 就是打Monk这个 就是 你打 不好意思啊 现在东西太多了 但是你刚才看得出来吧 比方说我这边有一颗硬碟 它挂载在 打开系统叫EST4 所以它的挂载 挂载点叫做 root 然后它的 Device Node叫什么 dvsda2 所以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sigasi的硬碟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还算单纯吧 好 然后呢 你可以 不是sigasi 我在讲什么鬼 它是 这边是一个SSD 好 然后这个 这边有个SSD的这个硬碟 然后它挂载叫什么 挂载在root底下 但除了这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啊 比方说这边有个tempIbis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虚拟档案系统 底下还有 对印到这个siggroup 然后呢 你看哦 这个mount table 注意到一件事 我这台电脑上 还没有做事 还没有事干 对 但是我如果去看它mount table 好 来看一下这边有几个输出 好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mount table 就算我电脑 我把Ubuntu Server 装进去 装到这台 厉害的电脑 我还没有做什么事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mount table 已经有37个 37个entry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竟然是效能的瓶颈 那你就觉得奇怪啊 而且注意看这个比例 你看到 就算35%了 那你就想奇怪 这个hash gate 它的成本怎么会那么高 所以很可能发现什么 很可能问题 不是出在这里 很可能出在哪里 这一行上面 就是这个spinlock 跟unlock 好 所以这件事听起来很 很不可思议 但是 很肯它是 事实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来去分析 就是我们去想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影响到效能的关键 注意到一件事 因为我们刚才的环境 其实在很多人的电脑上 是不会发生的 注意到 这个核心数量够多 好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麻烦 就是说 所以你看喔 为什么Linux kernel会改版 不是因为它有bug 不只是因为它有bug 因为软体都会有bug Linux kernel它发展 是要解决很多不同问题 对吧 包括说那个伺服器 有40核的 48核的 64核的 216核的 甚至有更多核都有 但是也要是解决一些特别的 像是手机 它的核心数量比较少 像我们这支手机 它只有10个核 但是10个核 它有三种不同 运算能力的CPU 而且甚至还会降频 所以考虑的议题是很多的 那这些议题考虑进去的时候 会陆续的 冒出一些 新的问题表出来 或者说 既有的模式 会无法克服 那这个例子很有趣 它暴露了一个问题 它暴露的问题是说 原本我们用的这个 Tiki Lock 或者Tiki Spin Lock 它的是 它的Scapability很差 也就是它的什么 它是Nonscalable的这个实作 好 那接着我们就是 请你去下载一下这份 你可以在 这里 下载这一份 那我们就接着来介绍 介绍这个东西 96到109 这东西很美妙啊 96 这个图实在太精美了 好 看下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 它里面对照一个 你可以用那个 Google的学术搜寻 找这个部分 就是Anderson 1990的一个研究 然后注意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还记得吧 这段程式码 好啦 怕你忘记啊 复习一下上面的 所以看哦 我们为了 你看 你们觉得很烦对不对 就是 为了讲RCU 我们还要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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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们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实作 然后这个实作呢 就是 注意到这个东西啊 刚才我们特别解释了 感谢网友的提醒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其实是有一个 automic 然后 后面就是做这个spin的动作 所以这个 所以 完全对应到这部分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unlock unlock的话 这边就是加加 然后 底下是 architecture对应的一些 唤起其他的处理器 因为上面有做什么 有做 wait for event 所以我要做一个 二外的sev 好 我以这个例子来讲 你可以把 wait for event 跟sev 把它先忽略掉 好 那如果忽略掉的话 基本上就是实作就是一致的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看这边的实作 所以它是一个ticket 好 所以你看大家 这边有个ticket 然后 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这个 owner跟next 那对应到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 就是 一个叫current next 好 意思是一样的 好 好 那好 那在哪里了 注意看这张词字码 这个词字码每个地方在这里 我们的处理器 还记得刚刚那个处理器吧 怕你忘记帮你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一个neuma neuma的架构 好 那neuma架构来讲的话 在 实体的这个 处理器 它需要一个laughting 所以注意到这个laughting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还要考虑到什么 catch convenience的成本 所以这个在neuma上呢 这个成本是有的 好 那接着来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就在跟大家介绍 介绍 每一个 每一个core 上的那个资料的分布 好 那你先来看这个部分 就是 画面中这里来讲话呢 这紫色部分就是 包括说我们那个spinduc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core 它都有 自己会抽到不同的号码 对吧 然后呢 再来是 就是 会抽到不同的号码 那他 然后我们会有个 会去对照看一个owner 对吧 所以你看它的区域在这里 这里 稍微积一下它的形状 这边这个 紫色在这边 然后排在这边来 好 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注意到哈 上面跟下面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这个 就是 注意看蓝色的地方 它一次改一点 所以你要认认看这个 目前来讲都没有紫色 这只有紫色没有蓝色的 好 接着呢 在这边来讲话 就是 一旦呢 你做了这个unlock 所以你看到这里 对到这一块 那你做unlock来讲话 是这个core 对不对 我就执行到这一段了 乍看没什么问题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unlock的时候 还记得刚才不知道要做什么事 我要去唤起其他人 我要去保持什么 还有帮人说刚才讲的问题 我要去保持什么 还帮人说刚才讲的问题 我要去保持Cash 这个Case 好 在这个Case 在这个Case来讲话呢 我今天 这边 我不是有个Owner 跟个Next 同理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结构 其实我要考虑到 也要什么 也要有这个Cash 那一字 所以你看到 一开始呢 是这边要unlock的时候 对吧 我要发通知 同理 如果 我要继续使病的时候呢 注意到 我如果要继续使病的时候 其实呢 我有个很麻烦的状况 对吧 用还没unlock 就是在这个例子来讲 我还没unlock 但是我要干嘛 我要 其实也要做什么 也要做这个Cash 去把这个 你的资料一致 所以你看到 我今天有多少个Core 我就要做多少次这件事 所以你发现说 这个成本 它有帮你算 它其实这样 一来一往成本 这边是50个Cycle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一个 底下省力一些移动的动作 所以其实呢 这个东西的代价 其实是很惊人的 就是刚才有给大家看到 这样单趟的这个成本 就是50个Cycle 那接着呢 它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数学模型 所以注意到 它底下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个Collapse 这底下就有一个数学模型 然后如果说你要理解的话呢 我们在之前的讲座有解释这个 就是多核处理器 与SpinDoc的部分 我们有解释到 然后中间会提到一篇 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讲数学模型 所以千万不要小 千万不要觉得说 作业系统是备课 我每次看那个PTA讨论的时候 都看的都很难过啊 说哎呀 怎么准备研究所考试啊 作业系统就是备的课啊 反正每个 每学期考 每次研究所考试都考一样 大家就备考不提 唉 什么大学老师 我真的看到这件事很难过啊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了解刚刚那个议题 那这边有另外一篇文章 那这个是一个认知 认知一个在哪里认知的 在百度公司认知的一个朋友 然后把他文章把它重新调整 然后把他 帮他文章做一点补充 那 刚刚那个东西呢 如果你要搞懂的话呢 其实他背后是有 马克福利安 入位你不要怀疑 马克福利安 所以刚刚那个状况呢 其实因为 一来一往 注意到刚刚那件事 一来一往 这个东西的代价是很高的 而且 就是 注意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一个是要涉及到 要 对外广播的 那一个是要干嘛 是要从这个 每一个核去保持一致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涉及到的东西叫做 基率问题 所以你要用这个 比方说你前面用博松分布 对 不要听错 博松分布 就是那个 在学统计的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马克福利安 然后去探讨 那所以请你慢慢看这个部分 那我们有做这个议题 所以 它这个 这个 其实对这个 cashline的影响 是很大的 但甚至可以看到底下这个 它的一个发展 所以就能说 就是 non-scalable luck are dangerous 这个东西很关键 所以 这个在很多人来讲 没有注意到这个议题 但是其实在整个 Linscone 是潮量这个的一种发展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 没办法跟大家介绍的东西 叫MCS 因为其实你要 需要更了解这个 这种architecture的议题 好 那对了 另外就是说 这篇文章里面 很多术语 其实还是不可能的 简直术语 那有些内容写的不太对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 有些内容有问题 就帮我修一下 好 那继续看到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 你突然发现 发现说 真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为了要撤离解决问题 需要另辟蹟蹟蹺 注意到 另辟蹟蹺蹺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可能 只是用全面lock的方式 不可能只是引入 lock最佳化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不是那么单纯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去探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叫secretiallock 当然这也不是在 我们今天 这一次的探讨范围 不过没关系 我们之后会来探讨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 叫做 read copy update 说起叫 RCU 所以但是注意到 它的关键大概在哪里 它本质上的思维是 是lock free 而且你看到 在这个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什么 做安全的 这个安全的并行存取 你不需要什么 exclusive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中间很重要 就是说 我不需要仰赖 automic instruction 像前面讲到这个 node atomic store 不是 node exclusive 跟store exclusive 我不需要仰赖这个 但是我可以确保 资料正确 所以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这个 RCU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终于可以进入RCU 所以注意到 就是RCU 我为什么前面要讲这么多东西 其实麻烦的地方是说 应该说 不是只有linx kernel 应该说 天底下很多知识 都是这种环红的箱口 如果说你不想了解 它背景的知识 以及它 设计的动机 你往往就是看到表面 那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是说 我看到很多人 学习kernel的时候 都在学 很表面的东西 在钻老半天 然后花很多时间被定义啊 或是不然说 像前面那个 Spinak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 麻烦的地方是说 的确很多人 可以写出 就是一样话乎如 可以写出device driver 也可以在业界 解决很多问题 这很好 就注意到 这没什么坏事 可是呢 一旦问题改变的时候 像说从这个 撰写这种 像手机的 这个 从以前单核的 或者这种 你知道吗 那种网通的设备 然后演化成像是多核的时候 或者说 在伺服器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问题 都没办法克服了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障碍 然后 所以我希望说 因为尤其这个 很多朋友 他可能去 就是 很多朋友是 学习另一种 就是 不只是兴趣嘛 也对未来的这个 生涯规划有关 所以我希望说 引导大家去思考更多的议题 好 那我们终于可以来看这个 RCU 所以Spinak呢 我们前面讲一大堆 本质上呢 都是一区互吃的 即便是 semophone 你看程式嘛 也知道嘛 底层其实架构在 Spinak之上 然后我们会有些 变形 像前面讲的 像这个什么 多个reader 变形的设计 的设计 re-write lock 但是 但是在这样的情境下 reader跟writer 不能变形 RC用了解释这个限制 所以注意到呢 它使得呢 它是 一个writer 跟多个reader 变形 但注意到这句话 它不能多个writer 可以进入quiggle section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一些机制 去决定说 哪个writer 要怎么排进来 好 然后认识看这个部分 真的 RCU的关键 其实它没那么难 就是 如果 我尝试用随便方式跟你介绍 你看 我画面中这个东西 有点趣味 就是 这边来讲话 上面是re-write lock 底下是RCU 所以你会发现说 红色的地方是什么呢 红色的地方 就红色点点点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spin的区域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源 就是 那些处理器要干嘛 转来转去 那边自旋 那其实就是 会限制我的scapacity 但是你看到 RCU的实作里面 它不用仰赖spin 好 那不用 换言之 它不用仰赖那种lock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 re-write lock 允许多个reader 并行 所以你看到 这边有reader reader 所以你看到 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有三个reader 是可以读的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在这个时间之后 遇到困扰了 对不对 re-write出来了 好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红色虚线 注意到 垂直红色虚线之后 这个什么 这个 re-write lock 里面的re-write 尝试进入的时候 那么就是spin 对不对 就开始转 对不对 然后 那转到什么 所有reader都退出 quical section为止 所以你看到 这个lock 其实还蛮 还蛮大的 对吧 好 那一旦呢 有这个re-write 在quical section呢 所有的reader 都不能进入 直到write 把资料更新完成 这个离开quical section 绿色的write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地方呢 才是安全的 才是这个干嘛 才是可以 变形的运作的 所以 你可以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这个deterministic 注意到这个deterministic 它意味 它就是什么 它是 这个字不好翻 就是 你不要 就是有些东西把它翻译成决定性 我觉得都不好 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 就是 有点像 如果你老爸叫点赞 你与生俱来 就是一个有钱人 就可以取一个主播 或者取一个类似的这样 与生俱来的 那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 这个东西讲的是什么 白色区域的指点 这个 READER 跟 绿色区域的 它是在 它最大差别是什么 时间差别 在白色区域读到的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 old data 旧的资料 然后呢 在这个 绿色区域之后呢 它一定是 新资料 对吧 这听起来像废话 但是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concurrency 我们今天讲这个memory order 就要讲这东西 什么东西是一定新的 什么东西是一定旧的 什么东西是新的跟旧的摆在一起 这就是要去 特别去思考 哪些东西 顺序会改变 好 那继续看这个部分 RCU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没有概念 没有错误了 那我们就没有 没有别的 已经很懂了 好 那接着来讲RCU RCU的话呢 很麻烦 就是注意到 就是我们刚才在 RULA Lock的时候 我们是讲Reader 跟Writer 好 但是RCU的时候 注意到 怕你忘记 看一下它全名叫什么 它的全名叫做 Read Copy Update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为了这件事呢 我们把前面讲的Writer 把它讲是Updater 好 注意到我们的数理 好 不影响到你的认知 好 好 RCU呢跟传统的Lock 其实很大不同 就是说当我这个 呃 Writer 或者我讲 那个Updater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要加一个括号 就是 呃 你的Writer也好 或者你的Updater也好 进入Quickle Section之际呢 就算有Reader在 也没关系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好 重点是不需要Spin 好 同理 如果有一个Updater 正在Quickle Section 运作的时候呢 它不会阻挡Reader的步伐 好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 这个东西显然在这个 Skeptibility的情况是好的 这RCU显然是会比这个 呃 SpinLock好太多的 好 反正说SpinLock后面的那些变形 好 所以 随着 CPU的 数量增加 RCU的效能 效能会不断下降 甚至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好 会遇到 刚才讲的那个Collapse的状况 好 这是有可能会遇到的 好 所以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可是呢 认想一件事 由于Reader跟Updater 它可以并行 所以事实上呢 我这个 受保护的资料有两份 一份是新的 一份是旧的 这听起来很廢话 但是这个东西很关键 你看到 前面刚刚讲这个Determate Stick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 Spin之前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在你还没Spin之前一定是旧的 在Spin之后一定是新的 可是 RCU来讲 它会有新的 有可能会是旧的 好 所以注意看这个区域 你看到这东西很老板 这就帮你画重点了 就是新启动的区域 读取的是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一定是新的 绿色的地方 这一定是新的 这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没有Update的干扰 Update的干扰 之后到这里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 那请问这个区域 从这个时间点 到这个时间点 那这边读到的东西 谁的东西是新的 谁的是旧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 读取出来之后 有可能读的会是新的 有可能会是旧的 说 那你会 脑袋会可能一片空白的 哇靠 那这样东西 有可能会信任有救的 你会发现 这件事就是什么 你会发现这件事 不就是九二共识吗 对不对 太神奇了 连战 在90年代 讲九二共识 跟现在讲的九二共识 是不一样的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说明他的儿子讲话 也可能讲不一样 是太神奇了 然后这个 刚才讲经典国的后代 对不对 这个 他讲的九二共识 对不对 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你会发现整件事呢 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 注意到这个点题 不是我们故意要政治化 不是 而是让大家思考 因为 作为熊 它跟真实世界是有很大关联的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是 其实我们研究作为熊 也可以理解这个世界 至少了解政治的运作 其实是完全可以描述的 因为你看 这个作为系统 不是要描述这些 这么多task 那么多任务 这么多资源 那其实在这个国家里 来做这些事 不要再归车了 再继续 那所以呢 看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的设计 它其实它会有影响 所以RCU 不是每一种情况都可以用 所以不能把RCU 跟Lulaluck 做一个替换 它是不同的思路 好 那这边我们再看另外一篇文章 好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大陆网友 好 那这个 这个念窩窩 就是它有个 就是叫窩窩科技 就是有个大陆网友 他很认真的去整这些相关的资料 好 那帮大家画几个重点 好 这个 这个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 事实上呢 在受RCU RCU 呢 它的 试用范围 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注意到就是 RCU 它的分配 它的这个资料 它其实是要动态分配的 那它不适用那种静态的资料 然后 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 呃 事实上呢 在受RCU保护的这个 这个 就是 有一个变形 叫做 Sleeping RCU 这晚点来探讨 然后呢 它的读写是不对称的 所以对 Writer 本身是没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 Reader 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 然后再来是 Reader端 对新旧资料是不敏感的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那个 呃 就是 因为它 对Writer 就是更新资料的那一个人 没有太多要求 但是Reader本身它的那个速度 它的反应要够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你觉得会投影的话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样 就是说 我要 保护的资料必须要动态分配 这个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事实上我RCU追踪的东西本身 它是追踪的东西是指标 好 注意到 追踪的东西是个指标 好 所以你可以想解释 这个RCU呢 其实你就想它就是 实际上你就对应到像Linkedist的那样东西 好 我们等一下也会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讲那个Linkedist 好 所以总之 RCU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基本上 它不是完完全没有Automic 注意到 它不是完完全没有 好 它是 但是说我Automic的地方降到最小的 好 就是你看我指标要从 讲的今天有两个结构 好 要从这个结构到这个结构 好 所以我今天改变很快 就是一个很快的Automic 好 但是如果说要改变里面的资料量 好 它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RCU 它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追踪 好 我们在意的资料 好 所以一个什么 指向资料的这个指标 好 所以这个称呼叫RCU Protective Pointer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我们真的要透过指标去存取到的什么 共享资料 好 所以称呼叫什么 叫做RCU Protective Data 好 然后呢注意到这个这个Data 本来是要动态分配的 好 它是它是有一套 一套处理机制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前面讲那个Rulite Lock 在这方面是没有没有限制 它是它其实谈限制 大于什么 RCU的 好 所以麻烦这边是什么呢 原本呢 Rulite Lock 它是有限制嘛 就是Writer跟Reader 不能同时进入Critical Section 好 那所以对RCU来讲的话呢 我们为了要跳 跳脱这个这样的一个处理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改变我们的什么 改变我们的Pointer 好所以注意到 我们改变的是这个 呃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RCU Protective Pointer 去存取说我们指的点 好 所以这件事有点像什么事情 你可以想像说 呃 你以前在电影上看到一些像 呃 如果你有在看那些二战时代的一些电影 啊 或者说比较古的 年代比较远的电影 啊 像那种接线生啊 今天有趣的地方 接线生做的事情是很单纯的 对不对 就是 也不是单纯啊 就是它的 手的动作量很小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线路 哦 原本是 这条线路这样走 但是它把那个线把接到这边来 好 但是这个资料流就很大改变了 所以它的关键是 我怎么去控制我的资料流 好 然后呢 它还做一件事很重要叫做什么 叫做回收 好 所以它事实上呢 它有两个步骤 一个叫removal 好 就是因为我每次的共享资料呢 其实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分配资料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会把这个potetic pointer 去指向配置的点 好 然后 呃 之后呢 会做一件事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共享资料 共享资料不能两个版本 好 所以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去回收旧的资料 好 然后 但是回收的时间点很重要 好 所以呢 这个回收这个点呢 好 这个中间会需要一个等待 我们称为叫grace period 好 好 那怕你不知道的人 就是 这个说来也蛮丢脸的 好 这件事呢 我是到了2009年 就是到美国出差的时候要租车子嘛 好 才想到才突然驚醒到 原来RCU是这样理解的 grace period是这样 就是说 有去租过车子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说尤其在美国 租车子 比方说你租了一天 好 不要讲一天 我们租了12个小时 好 那 但是好吧 那边是什么 你12个小时 又15分钟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好 12个小时又25分钟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好 但12个小时又40分钟的话 人家就会认弟子吧 要加 要罚钱 所以你看 再讲一次 12个小时10分钟的时候 12个小时15分钟的时候 好 人家可以接受 没有给你多收钱 但是如果说你归还时间是12个小时 12个小时又25分钟的时候 人家也可以接受 也不罚钱 可是 12个小时又40分钟的时候 人家要罚钱 好 那所以 能够隆忍的区 这件事呢 我叫什么 能够隆忍的时间 我就称为叫gress period 好 所以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什么 它对应的这个reclamation 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要回收旧的资料 好 那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回收 所以其实是涉及到的东西叫等待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份这个 另外一份简报 这个这个我还在改 所以这个网面丢上来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就是RCU的整个思路是怎么来 像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什么 就是动态的集体配置 好 所以注意到 你今天要征服RCU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了解linked list 而且是concurrent的linked list 好 你看 荒面中来讲话 它是一个linked list 而且它是什么 它是缓撞的 注意到 缓撞的 对不对 所以Linus 注意到 Linus的linked list 基本上都是缓撞的 真的是无聊的 在单一核心上 好 那如果今天有两个东西 就是有在不同的核 所以注意到 左边是CPU0 右边是CPU1 因为排版关系 这边0跟1 它是不同的核 一开始在CPU0 接着我们在CPU1 CPU1 我去配置一个 机体空间 叫做Q 它做了这个maylog 好 那当然我也做必要的初始化了 去给它一个数值 就是我去做这个 给它数值 给它一个 自拍一个数值 叫C 就是这边C 表示常数意思 然后呢 接着我要挂入 挂入什么 挂入在这边来 注意看这些东西 挂进来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光做这些事的话 它没办法建立一个 正确的linked list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呢 我还需要怎么 去改变它的 改变它的head 对吧 好 乍看没什么问题吧 对吧 这个称为叫什么 叫做concurrent insertion 对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一旦挂入之后呢 注意看 一旦挂入之后呢 事实上呢 我们就可以回收嘛 你看 以前是head B 然后再A 然后A再连到head 对吧 那一旦head连到C 然后C呢 如果可以再连到什么 再连到A 那我们就可以把B 可以拿去回收 对吧 好 可是呢 这个问题没那么单纯 为什么 为什么说它没那么单纯呢 因为事实上呢 有个东西叫Memory Ordering Memory Ordering 它会简单说 程式的执行 它可能不会照着那个 就是程式真正的指令 就是CPU instruction 真的执行的时候 它很可能不会照着 你写什么 它就执行什么 好 再讲一次啊 这句话提前很深 对不对 你看上面是medoc 底下是什么VL nest 再来是这个Q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的每一个行 每一行 就是我们下给电脑做的事情 但是呢 有可能因为Compiler 会做最佳化 有可能会因为CPU 它的Memory 会有什么 它会 会有这个Week Order 所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真正的那个顺序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重排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有可能会重排 所以重排的话 一旦遇到重排的时候 注意看这个地方 在前面这一段都还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就是你看这边 直到这个 直过来的时候 这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接着干嘛 接着就是 把head直过来 但是 注意到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去想 这个head 重新指向到Q 就是我们配置这个空间 这个东西是怎样 它一定要放到 一定要是放到最后面 如果它没有放到最后面 而是受到这个 Compiler做最佳化 或是什么 CPU 它的Memory Model 就是它的Memory Model 可能是所谓VIC 的话 它导致它的顺序 可能会重排 所以一旦它没有重排的话 呢 就会导致一个悲剧 看这边来讲 它被重排的话 就导致什么 它会指向到不知道 不知道指向哪里 所以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 B呢 变孤儿 然后C呢 它会没有后继无力 或者指到一个 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像这个状态 那这时候呢 就会导致什么 就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以注意到 我们如果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Memory Barrier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 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需要非常多背景 像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可能就要按插额外的MB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你看你刚才在那个程式码看到这个 SMPMB 它的意义很重大 所以事实上呢 在我们讲下一次的 Memory Barrier这个讲座之前 你可以快速看一下 有东西要看 多少要看 Read Barrier Right Barrier Full Barrier Lon Acquired Barrier 还有Memory那些 像就是 Relax Relization 之类的 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透过RCU 整件事可以变得单纯很多 所以注意看看 左边还是一样是CPU0 右边是CPU1 好 来看这个部分 这个左边是我原本的LinkedList 所以这个不需要怎么解释 好 右边呢 一旦来讲的话 它改成什么 List Add RCU版本 好 弄看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原本是这个 新生节点 好 我们改成一个什么 RCU的 所以呢 我今天要改变东西是什么呢 改变东西是这个 对吧 我要指定把Head改变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 Q Head 好 然后好玩的地方什么是呢 好玩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 这个Q的Nest 就是会指向 自己 Q的Nest 好 然后呢 我会变成什么 Q的Nest 好 变成什么 变成HeadNest 你们看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 Head 好 HeadNest 好 然后 因为原本 HeadNest 在这里嘛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东西 HeadNest 好 我把这个东西 我要按插一个这个 C 然后接到B C接到B 然后呢 所以我做什么事 我这样按插 好 然后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刚才不是讲到一个Point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两种东西嘛 一个叫Potetic Pointer 一个叫Potetic Data 所以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去指派 因为我显然 我的要Potetic Data 是什么 Potetic Data 就是Q 那我这边去指派一个叫做 指派我的Potetic Pointer 好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 最怕 刚才问题 就在指派的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 对不对 就是不管是这里 就是HeadNest 就是它指派的地方可能会错 所以呢 注意到这一块 这块东西很好玩 这个东西呢 确保什么 确保说呢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Memory Ordering 或是遇到前面那种 或是经过这个Compiler 做一些什么最佳话 有一些不同的结果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保证在哪里 注意到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 它会保证一个 会去确保说 在这边 会 也就是说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我会确保说 我刚才那些Head 那些更新 都会是符合预期的 也就是说 我这边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很重要 叫做Happens Before 就是说 这个它的前后顺序 不会因为这个Memory Ordering 有影响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们之后就会讲一些 像那些 Happens Before 或是 Sequence Consistent 就是 Sequence Consistent 就是说 谁要在他谁的前面 谁要在谁的后面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除了编译器 会影响 好 处理器本身 它也会怎样 它的顺序 会改变 那你可能知道 有像那个乱序执行 啊 呃 那个什么 那个 所谓的 OOO 处理器 就是 Auto Order Execution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事情呢 一旦有RCU之后 整件事会变得 单纯很多 那接着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叫Delete 所以比方说 我今天就是要走 走 走反我所有的节点 所以比方说呢 我就想要删掉什么 删掉其中一个 比方说我就是 原本是Head CBA 那我看到C 这个东西很烦 所以我干嘛 我想要去 我还想要去删除 所以你看到这个 我现在删除这个内容 好 一样我要删除这个Q 好 所以Q呢 是我们最终要删除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这边东西很好 你看到 所以你看到 这里来讲话呢 我先把这个 先有个区域变数 把那个 Q的前面找出来 然后呢 这个 再把他的前面的 你看到 Q的前面 好 然后 前面的后面 好 再把指降到他这边来 好 所以我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重新怎样 重新摆放 好 好 那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在 FREE的时候 注意到哈 这个FREE的时间点很重要 因为中间呢 就是注意到 这一行跟这个一行之间 它中间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一些时间落差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去FREE的时候 我要在什么时间点 注意到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是个单工的任务 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注意到哈 如果它是个单工的任务 干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多工的状况下 好 我去FREE Q这件事呢 它的时间点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个GREASE PERIOD 就在讲说 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回收 才会正确 无误 合法的完成 好 所以事实上呢 整件事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Q 所以我们在释放它之前呢 其实呢 还有个额外的位置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个东西啊 就是 我们事实上呢 在释放的时候 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最终的 我要把这个东西释放掉 对吧 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今天改变它的节点 对吧 那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我要在什么时间里把它释放得完 所以如果说你研究过 那个Linux Kernel 那个Linkedist 就有这网页 就是跟你标什么 标一个点 好 就是说 我到底能不能去删除 所以 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在 RCU呢 它一个实际上的 最很关键的应用呢 其实用在哪里呢 用在 LinkedList上 看一下哈 LinkedList 这就一个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Case Study 就是如果说刚刚讲的东西 你不是很懂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看这篇描述 它就是一行要慢慢写 所以 以刚刚的一个例子来讲话 其实 难的点在哪里呢 把它复习一下 因为这个图还在改 所以说那个 描述东西不是那么漂亮 描述 这个东西在哪 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如果呢 它今天只有一个 单一的这个任务去执行 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说 我们今天要避免这个Lock的存在 就是这个 避免那个 降低这个Lock的那个依赖 所以我今天要怎么去用RCU去改写呢 所以注意到 这边来讲话 RCU改写 好 就这 就是它这边有个跟你讲说 这个 就是这个Update 那个 所以 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你要去 顾虑到 就是说 你这边来讲话 这边有 Linkedist的RCU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 Point的改变 注意到这个Point的改变的过程中呢 这其实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的Mainment Order 是不会错的 好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作 好 同理我要做这个 回收的时候呢 我要确保什么 确保说我回收的时候 它的那个 那个 顺序 好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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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错 好 然后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你要对照看的 就是说 对照看这个 这个Linkedist的这个例子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就是 另外一个网友 帮大家准备的一个教材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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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篇 好 那这个 前面我们讲过很多那个 Lock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先忽略了 好 好 当然Lock的来讲的话 免不了就是这个 Atomic Instruction 好 前面前面有讲就是CS 好 Campaign Swap的 好 那你有可能有TS 好 也有CS 那有可能会对应到像刚才那讲那个 Lock 那个 exclusive exclusive monitor 这种东西 好 基本上都是这种玩意 好 那所以你看到刚才提到这个 Lurelock 好 所以其实它对那个 stability 是有很大的这个冲击的 好 好 然后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区 好 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个程式嘛 对不对 有没有 Lore的exclusive跟Store的exclusive 对 好 然后 再来是有刚才讲那个Main Barrier 以为到底是Compiler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想要实现到的目标就是说 我希望Reader跟Writer都可以 好 进入Critical Section 好 不会像那个 呃 就是不会像那个 原本的那个Lurelock 好 就只有两个只有一个人能够存在 好 那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我今天存取的时候都很麻烦 好 你去 不是直接碰到资料 你碰到东西是一个Pointer 好 然后所以我从头到尾是透过Pointer的改变 好 然后呢 让你去碰到真正你要保护的资料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是什么 我在真实用的时候我要先动态配置 好 然后干嘛去 两张看这个Q在这里 好 我要去assign我的Pointer 好 所以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这个区域 好 就说我要我有个remover 就是做这个针对这updater 好 然后再来是呢 它会有一小段 就是做这个synchronize rc5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个RT 就是Print RT的那个行为它又有点改变了 好 但是但是我先可以不用管 好 那么之后呢才去做这个 做这个reclaimer 好 那所以就做刚才那个free 所以我刚才讲 还记得刚才讲的quit grace period 我要讲这个区域 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做 才会才是有效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的rc5 read copy update 好 来看一下这个read 这个read 前面来讲话就是 前面 就是刚刚讲那个reader 好 那update就是刚刚讲 更早之前讲re-rack 等等等等 那个 那个writer 好 好 然后那个copy在哪里 好 其实这些东西有趣的地方是 他的讲 这边讲的copy 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 动态记忆体配置出来资料 的副本 好 所以关键地方是这个 副本的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因为这个东西背后的实作 涉及到memory barrier行为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很神奇的处理 叫做digital的alpha 好 那digital这家公司早就不见了 他就是 就是先卖给compag 嘛 compag又卖给hp 好 然后反正总之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公司已经不见了 但他设计出来的处理器架构是一个经典 好 在一直到今天 超级电脑 还有一些超级电脑是采用alpha的架构 alpha里面呢 它的memory order是很特别的 它是非常vick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看有创 memory order跟vick来讲的话 在alpha来讲它的这个order是最vick 所以它很可能会有这些顺序上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memory barrier去处理 好 不过这个是个特例啊 我们先 先那个先忽略它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RCU的思路呢 其实它就是我今天处理东西 其实取消一份副本 好 那我是针对 就是我透过我的 透过我的什么 我给定的这个指标的操作 好 然后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呢 可以去改善这个scapability 好 因为其实呢 在reader那边 它除了做最基本的memory barrier 这个 避免compiler把那个顺序改变以外 它不用做真正的这个 不用做spin 不用在那边转转去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是之前做的一个分析 所以随着CPU的核心增加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reline lock的成本 好 其实它是 就是它的 注意到这个是时间 好 耗费时间 所以它是居高不下 但是RCU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时间成本 不会因为这个 CPU核心增加 而且大幅的增加 其他的 就是还是很固定的 好 还是和平统一的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它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帮助就在哪里 就是它是 它的 直作是什么 是 几乎是Zero OK的 然后呢 在这个 另外一个术语叫做什么 叫做 Wave Free 注意到 Wave Free也不是说你不用等待 而是说 等待的过程中不会冲突 中间那些 Atomic Operation 基本上还是要有 就是 就是 不可能完完全没有 但是 这些过程都不会这样 不会打架 这个时间顺序上不会打架 然后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说 几乎不需要 Main Barrier 然后呢 它也不用Lock 然后 甚至还可以做 Recursive Lock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相对谁来讲 Spin Lock 是 但是 实作来讲说 会不允许 做Recursive 但是在 RCU来讲的话 没这个困扰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Lock 然后 它的本身也不会 Leader跟Write 本身的Dellock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实作面 就实作来讲 就比较复杂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基本上 在很多基础操作来讲 都有一个对应RCU版本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就是RCU呢 其实它真正操作的东西 是一个指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原本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的 它的那个 它的环状link list 就有对应的操作 比方说ListAdd 然后或者ListAdd Tel 然后这样的 但是在RCU呢 就会对应什么 对应RCU版本 所以后面标这个RCU 那你可以对照看 那个 对照看 Linus kernel的那个 LinkedList API 好 那所以 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所以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新的资料跟旧的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 很好玩 会有新的跟旧的资料 摆在一起 所以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关键的地方是 我什么时候要回收 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 新的资料 旧的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敏感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它 其实它涉及到就是说 我一开始要有个 动态配置记忆体 然后我要去指拍一个 对应的指标 然后之后呢 我要干嘛 要做recommission 就是要去回收 然后在回收之前 这个区域就是叫Grace Period 那所以其实你看到 这个地方我有很多什么 很多 例如说reader 会存在 好 好 然后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就很 很经典嘛 所以就是讲那个 Spin Dark 它的Determin Stick 一个前后 但是这个区域很好玩 这个区域来讲 你可能有新的 旧的会摆在一起 然后 这边跟你讲说 这个 如何把 Lewrite Lock 把它换成 换成RCU 它不是一对一的替换 所以事实上 你在这个 写程式的时候 尤其像刚才那个 像那种Link List 那种东西的始作 其实要 要很小心 不过你可以看到说 大概API那个变更 这边是Lewrite Lock 然后这边是RCU Lewrite Lewrite 那同理 这个 这个是把这个 就是 用RCU 换掉什么 RCU换掉那个 Lewrite Loc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这边 这边还是需要一个什么 这边还是需要 Spin Dark 但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一个 针对这个ListMute Test 然后 注意到这一段 这个段 就很麻烦 就是我们要额外去处理这个什么 Synchronize RCU 还记得刚才有一张图吧 Synchronize RCU 所以变成说你在替换的时候 这边 会有一个Synchronize的操作 就是在我们Grace Period 就是在我们Grace Period 在我们Grace Period 在我们Grace Period的期限 其实我们要做一些 对应的动作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替换 我今天还是一样 还是做刚才前面那个List 对不对 但是呢 比较麻烦的就是 对 不是这个 这块 这个区域 那我必须要Chill 这个东西做完 然后我这个Cat Free 才是有办法怎样 才生效 否则你会Free到 部队的内容 所以特别要注意到这个部分 好 好 那底下就是 它具体是怎么实作的 这个 这些细节我就忽略了 其实在要考虑的点 蛮多的 好像是Grace Period 要不然说 底下还有那个 它的那个 跟Memory Barrier 那所以我们 下一次讲那个 Memory Barrier的时候 会继续来探讨这个 探讨这个议题 那主要就是说 希望是一次 一次接着一次 带着大家慢慢慢慢 理解这个部分的设计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东西 要跟大家探讨的东西 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趣味 呃 虽然在2002年就有那个 RCU 但是RCU一直到现在 其实它还有在 持续在演化 那 所以事实上呢 在这个RCU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区分 一个东西叫 Classic RCU 就是最早实作的东西叫 Classic RCU 但是后面呢 又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就是叫 RCU 所以注意到 其实有两 两种实作 两个实作 那后来呢 又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 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RCU 所以其实RCU本身呢 它是有在持续的自己在演化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在 在 传统 呃 我们希望Reader跟Write 它 它不会这样 不会exclusiv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但是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 整件事对于这个 Rewaltime 还是有它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在我们的 Quickle 筛选里面是不能sleep 那但是 我们刚才提过 在Rewaltime的需求 它会需要怎样 需要到处都可以preend 所以这边来讲到 后来呢 后来就在 呃 后来就提出一个 在2005年 就提出的东西叫 Rewaltime RCU Rewaltime RCU呢 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什么 在于说呢 在这一段 对 让大家画一些重点 这里 在这个区域 所以事实上呢 Rewaltime RCU呢 就把这个 Classic RCU呢 做一个很大一个改变 它让 让RCU本身在 读取端 就是读取端的那个 就是在Reader那一端的 那个Quickle section里面 可以干嘛 可以去preend 这个 这个设计是一个很 关键的 因为原本的 就是原本的这个 Classic RCU 在Quickle section内 这个Reader 是不能 不能 不能被preend 不能 好 那 所以为了要实作这件事呢 就同今提出一个东西叫 Rewaltime RCU 那 或者你可以叫做什么 叫做 Preendable RCU 好 那 这个东西呢 在实作来讲的话呢 它有 蛮复杂的一题 你先 记一下这个 结论 这个 下一次探讨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家做成长大 每次都只能推进一点点 因为前后的观点很多 好 但是不要太难过 好 那 RCU呢 在这个实作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是 我们后来呢 就发展 就是有干 那个Rewaltime 那后来 这个东西呢 整体来讲的话 要去解决这些 像这个 Preemption 所以会有一个东西叫 发展出来 一个东西叫做 Hierarchical RCU 所以Hierarchical RCU 其实它就两个面相 就是从Classic跟Rewaltime 这两个面相去探讨 好 那接着我们来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SRCU 叫Sleepable RCU 它是可以睡觉的RCU 所以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注意到 这个东西 可以注意到 就是 我们刚才在介绍那个 那个 那一份同片的时候啊 有些点可能不是很 不是很懂 好 那里面有个东西叫Synchronize 就是 还记得那个Synchronize RCU 这个东西吧 Synchronize RCU 好 然后或者Synchronize 它还有一个对应的叫Synchronize Schedule 好 那目前呢 在这个 我们要去做Reclain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因为我们要 考虑到在Reader那一边 会发生 Pre-end 好 所以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说什么呢 RCU呢 它其实为了这件事 它是做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RCU Callback 好 就是说我 我事实上要 要做很多事 好 那我在 我们在做这个 Reclain Reclain的时候呢 好 一个是Remove 然后另外一个是Reclain 好 那我们在Reclain的那个时间点呢 其实我们要做什么 会 会在这之前 会注册一堆动作 好 那这个动作就是 在那个 你可以看到了 我要离开这个Quickle Station 这个 好 离开我这个区域呢 我其实有很多事要去做 好 那这些东西呢 慢慢的去分化 好 比方说 你看到说 一个东西是 Synchronize RC 顾名是不是RCU的同步 好 另外一个东西叫Synchronize Schedule 好 就是什么 等待CPU 所有CPU的那个 要 就是 避开那个 不能被Pre-end的区域 好 好 好 然后呢 在SRCU呢 里面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好 认真看这个部分 SRCU呢 它的 就是要让RCU 本身可以Sleepable 所以就说 在这个 原本我们讲的RCU 是什么 在这个Quickle Station 是不能睡觉的 所以在Quickle Station 的实作是跟 原本 在 Classic的RCU 它的实作是 嗯 在Quickle Station 内 是一样的 那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我们要希望可以 是 Pre-endable RCU 好 那 所以 乍听知道 这个很奇怪啊 乍听知道 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是做出来的 你看这篇作者的写论 认为说 这东西是做不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发展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 Linus Kernel 前面讲过了 Linus Kernel 是这十几年 朝向什么 一个是Scapility 另外一项就是 New Time 注意到 这边讲 Linus Kernel 不只是工业控制 包含说 KVN 所以我去找 Linus Kernel KVN KVN是我们的 虚拟化 的基础建设 但是 好玩地方是什么 在 Linus Kernel 来讲话 也有KVN 而且这东西已经 发展一阵子了 也有可以看到 对应的投影片 跟 报告 好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整件事的好玩地方是什么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显学 而且这个显学背后呢 好 你会发现说 这个背后呢 其实是怎样 其实 我们要能够让 Linus Kernel 到处都可以 pre-end 其实我要付出个代价 所以 好玩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地方是说 事实上呢 它的这个 处理机制呢 它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 slip 其实是 是有范围的 好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 部分的设计 SRCU呢 它的做法 其实是很特别的 它的Grace Period 这边讲GP 它是 它可能会非常长 所以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原本呢 我们会透过这个 Core RCU 跟对应的 那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 Core RCU 来去看我的 这个Grace Period 但是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会对 RCU Call Back 有很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 后来 后来这个 Core RCU 这个东西就丢掉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做一系统的发展 很有趣 就是遇到这种很困难问题 鱼与熊掌不得 得奸的状况下怎么办 所以通常 我们都是用一个 更 fine grain的机制 去解决问题 之前我们在讲 潜谈Linux 同步机制的时候 有讲到 fine grain 所以事实上呢 我Grace Period 就是去切割成 若干的子区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 所以 目前来讲的话呢 每一个系统 都有个对应的 一个Grace Period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它其实是 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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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地自己去设计 所以 在SRCU介入之后呢 整件事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它会有不同的 这个子系统 然后 它的这个 整个规划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 你光听就觉得 很奇怪 它是 把这个东西切得非常非常细 好 那你可不可以好奇说 Grace Period 它没有切得那么细 然后 我要怎么去 debug这个 SRCU 所以注意到这些东西 SRCU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很多 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 Kernel的开发者 为了要确保 这个 Grace Period 就是 就是说 因为它切得很细 导致这个 会很多问题的产生 所以 后来 Ninus Kernel呢 其实引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引入这个 形式化验证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之前我做的一份 那个 记录 所以就是说 简单说 形式化验证在做什么事情 它希望透过数学模型 注意到 数学的模型 我今天讲的数学模式 不是统计而已 是 一步 接着一步 你会想说 我今天在做这个 呃 这个行为的规划 就是我每一步 都有什么 都可以去描述 每一步描述 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重点是 可以让 层次 照着机械的方法去验证 程式的正确性 那你可能 那这边就会讲到一个词 叫做 model checking 好 所以就是说 简单说 我是穷举 就是程式执行的 所有的状态 就是它就是这种 一种自动验证机制 因为前面有 刚才提过 srcu 让整个rcu 变得很复杂 所以说每一个 子系统 都有对应的 这个grace period 好 那我今天grace period 切得这么细 因为我为了要 让 每个地方可以被preend 所以 grace period 拉那么长 所以我就把它切得很细 各自去看它的行为 那这个东西的验证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后来 Linus Kernel 唯一有做 极少数 甚至你可以讲 唯一有做 形式外验证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srcu 所以这边有一段程式码 很神奇 有兴趣可以玩玩看 这样有个说明 可以把它装起来 所以简单说 它在里面 要去验证什么 验证srcu 然后它用的一个工具 叫CBNC 它是属于 刚刚讲的 model checking的机制 所以就是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 城市所有的状态 都去穷举 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 耗费的成本 是很高的 事实上 你在做srcu的 这个 形式外验证的时候 还要指定 它的那个 穷举的那个 深度 还有穷举的这个 部数 然后 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那个CBNC 是有一些 参数的 我们先讲 它在写在 写在这个 modify CBNC 所以事实上 我们验证的那个 srcu 是会透过 先透过这个 AUK的这个script 先把这个 程式码 做修改 是为了做什么 刚刚讲的 formal verification 所以这个东西 很有趣味 那这个有兴趣 你可以过搜寻一下 找这个 找相关的资料 也可以找到这个 原 阿西约原始 创作者 他提出的那个 他的那个研究 那他也提到说 这些synchronization 这些concurrent的问题 是非常的 复杂 所以即便有这个 形式外验证 其实我们只能验证 一小的区域 好 那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说 在我们 今天探讨这个 阿西约的时候 我们大概探讨了 他的这个观念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们下一个讲座要干嘛 我们下一个讲座要来探讨 这个 Hierarchical 阿西约 还有这个 相关的 阿西约的程式开放 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 就是带你大家干嘛 从scapability的角度 回顾说这个 回顾说这个 RCU 同步机制 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的 讲座里面 讲这个同步机制 机制通常都是讲概念 然后我们之后呢 会来讲这个什么 讲他的那个细节 那这一段就是你要知道说 原本我们用scapability luck 我们原本的luck的成本是有多大的 以及 RCU呢 我们透过一个另辟蹊跷 透过这种方式去避开这些东西的代价 但是你隐约看得出来 这些reader writer 还有中间那些指标 这个处理 这变得是很关键 所以请你先做一件事 在我们下一次的讲座之前 把后面列出来的参考资料 把它看过一次 然后发展说这些描述 还有说它的这个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的有效 还有说它的这个 pre-ension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这个 pre-ension 我们下次再来探讨这个 这个议题 那我们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 RCU的简介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部分就是讲 RCU的这个什么 在实际上 我们就会举这个 前面那个讲那个link list的 而且准备一个cone module 让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 去体验这个RCU的运作 好 那我们这次讲座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